男人将妻子逼到悬崖跟前 绝望的眼神望向这个他爱疯了的男人 温姨娘生死未卜 你跟我回去 我没有杀她我跟你说过 她的话男人显然不信 没想到四年的夫妻感情竟是这般不堪 见他不愿相信自己只好以死自证清白 而醒来后的他却什么都已忘记 见夫人醒来丫鬟急忙前来伺候 可他奇怪的举动把丫鬟吓坏了 殊不知眼前的聂丧鱼早已换了灵魂 搞不清状况的他就要出门查看 怎料刚开门两柄大刀就架在了他脖子上 吓得他急忙退了回去向丫鬟询问自己身份 这才得知自己是宁国府大夫人 而他在这京城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 京城第一毒妇 毒妇 原来之前的聂丧鱼因不满丈夫要去二房 便心生恨意要在结婚之日刁难 让人买来一只公鸡代替夫君迎亲 然而下人只是不小心弄疼了公鸡 就被他命人拖下去一阵毒打 听到这里自己都忍不住吓了一条 没想到从前的聂丧鱼竟是这般狠毒 很快就到了夫君娶小妾过门的日子 他也成功地用一只鸡羞辱了小妾 可当看见自己的夫君和小妾拜堂时 还是忍不住地站出来制止 你休想跟他成亲 奈何夫君态度强硬让管家继续走流程 恼怒之下拔出匕首就要和男人同归于尽 不想小妾却替侯爷挡了致命一击 那我爷娘不会就是死了吧 还好没有击中要害正在府中养伤 这时嬷嬷前来告知侯爷请他前往书房 本想拒绝可又想见见这夫君是什么模样 带他来到书房只见男人一个转身便全身发光 原来是他犯了花痴自行脑补的场景 然而下一秒侯爷就拿出认罪书让他签下 并让他搬去思过阁忏悔一声 没想到这么帅的夫君竟也这般狠心 想都没想扔下笔就要走却被侍卫拦下 随即立刻装作脑袋发晕倒在了地上 可他这点小手段怎么逃过侯爷的眼睛 装晕这样的小伎俩早就没人用了 见小伎俩被识破只好无奈签下了认罪书 谁知他刚走侯爷就发现自己被耍了 我答应了签可没说签什么 随后主仆二人来到了这早已残破不堪的四国阁 望着满是灰尘倒出蜘蛛网的房子 丫鬟难过的哭了起来他这一生可算晚了 列丧鱼见状取下包裹让他等上三个时辰再来 很快这残破不堪的房间就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这让刚才还难过的丫鬟刮目相看 随后拿出了今晚的饭菜却全是素材 原来他之前为了给侯爷祈福已经吃素多年 我真的爱他呀 然而半夜他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溜进厨房 拿出现有的食材给自己做了一顿丰富的夜宵 怎料刚想下筷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转身一看身后早已起了大火 情急之下想用水缸里的水浆火浇灭 奈何火势太大这点水只是杯水车星 当他想要逃出去又见房门已被人上死 而外面早已乱成一团始终扑不灭这熊熊大火 刚想离开的侯爷却听到屋内的喊叫 情急之下不顾下人阻拦一脚踹开房门 而迎接着他的却是一根十米粗的木棍 好在一个闪身躲过聂丧鱼也恰巧半倒 就这么直直地压在了侯爷的身上 望着这么帅气的夫君想要一亲方子 不料被侯爷一巴掌无情地将他推开 聂丧鱼 上司 婚焦自杀 这次来放火 你是要整个侯府给你陪葬吗 我被关在里头 这火不是我放的 那你吹吹这样 在这 聂丧鱼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委 这时宁玉轩此时极为的痛苦 他本想询问对方情况 但宁玉轩只是让鬼白先扶自己离开这里 原来他自从小时候那场走水便留下后遗症 支开鬼白后他将自己深深埋进水里 接着聂丧鱼来找宁玉轩说声感谢的 可谁知对方已经昏迷不知情况 眼见情况不对他抱着男人放到了床上 正要准备出去叫大夫的 下一秒这个男人自己转了一下身子 看来是他想的有些多了 这家伙竟然睡着了 为了查明究竟是谁要害自己 聂丧鱼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接着找到了这把所以级一个投差 第二天清醒的宁玉轩要将府里所有人聚集到一起 毕竟昨晚发生这么大事情 当他来到大厅的时候 一群家丁婢女见状连连后退 既然他让老婆到思过隔思过 为什么大晚上会在厨房里 我饿了 我找吃的不行 有何证据 没证据的他只能将前因后果简单描述一下 要是自己放火怎么可能烧死自己 退一步讲他想放火至少也有个同谋才是 管家解释他负责的下人都不曾出去 只剩下内院一等丫鬟 他不知具体情况 这个女子名为牵连雪是宁玉轩的表妹 要说一等丫鬟只有大夫人身边以及半夏与谈香 两名丫鬟一听顿时跪地表示他们不知情 或许放火之人自己也想不到会有疏漏之处 说完将他昨晚发现的锁盒簪子拿了出来 原来有人借用簪子将他锁在里面 这时一名丫鬟神情似乎有些不对 接着他问管家按照他以前定制家规 抓到走水之人该定什么罪 管家解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意思就是亡火自焚这般结果 丫鬟被吓得自己承认是他做的 最后得知丫鬟并没有有心想烧死大夫人 其实他从前被虐丧于法国 所以心生怨恨想给大夫人一点教训 只是没想到火势竟会这么大 千连雪质问丫鬟为什么怨念 这时丫鬟吞去上衣后 只见触目惊心的伤口展露在众人眼前 甚至有些吓人不忍直视 而这一切都是之前聂丧于干的 千连雪跪在大夫人跟前请求对方的原谅 既然调查清楚宁玉轩问他如何处置 或许曾经的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他先来到二房温婉这里 只因上次他的意识愤怒捅了对方一刀 对此聂丧于诚恳到了前 至于丫鬟放火想给自己教训 这前因后果还是因为曾经的暴虐导致 随后同样向着丫鬟也道了钱 看得这俩人不敢相信 趁着众人都在 要是自己之前做过欺辱伤害吓人一时 聂丧于也向着众人道了钱 至于曾经他所定制的家规从今天起作废 看着这个女人宁玉轩很是疑惑 只因前几天这个女人可是号称第一毒妇的 怎会突然间转变这么多 看向众人离开聂丧于为丫鬟伤痕很是愧疚 看来需要他做一份疏痕 都能够摸去丫鬟身上的梅花印了 打开小金库才发现混得不咋样 成婚四年就这两块碎银子 丫鬟突然间想起大夫人有个宝贝盒子 里面竟是他老公宁玉轩的画像 不多久他便想出一个办法 既然宁玉轩是京城第一美男子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贵族女买他的画像 一群已婚的富家小姐在聊当潮第一美男子 不料这十一人打开了房门 众人见状不由的一惊 只因眼前的女人正是他们谈论男人的妻子 正在他们摸不清头脑的时候 聂丧瑜知道面前的小姐们一直仰慕他的夫君 所以特意带来一物为众人以解相思之苦 原来他是准备用画像来挣钱的 众人不明所以不敢说话 既然他们不幸于是准备将其收走 他们见状急忙开始各自出嫁 为了一张画像愣是从十两银子炒到八十两之多 自此之后聂丧瑜时不时就带他们来到家里 站在曾经第一美男子站过的地方十两 就这样那群人宁愿排队给钱 也要沾染美男子的气息 看着厚厚一打银票 他想的却是唯一名丫鬟治疗伤疤 做好书横高让丫鬟给送去 丫鬟有些回不过神 前几日他的主子是京城第一毒妇之称 没想到现在竟然完全变了模样 我早就不是原来的聂丧瑜了 我都说了我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 夫人真好 好的还在后头呢 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 抓紧赚钱 聂丧瑜的赚钱之路 还是在他相公的画像上 那群人像疯了事的开始自愿掏钱 可不料这一幕均被宁玉轩发现 他事宜让聂丧瑜去他书房一趟 见大夫人来此 宁玉轩问外面那群女人是怎么一回事 聂丧瑜装傻表示朋友来探望自己而已 凭你在警中的名声 他们会来看你 好吧 从前的确是京城第一毒妇之称 但是脑子一转实在不行就将他朋友带进来一问便知 这样那群附加千金直接见面岂不是又赚一笔 不多久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书房 宁玉轩尴尬将他们撵了出去 他还想趁着这个时候逃跑的 奈何这些事宁玉轩早已知道 聂丧瑜到此还不愿承认 目前他们家大夫人赚取250两 宁玉轩表示这些全部充公 并且从现在开始侯府不许其他人进入 一听辛苦挣的钱不是他的聂丧瑜有些急了 实在不行他们五五分账 见丈夫眼神实在不行一九分 宁玉轩咬着牙让他赶紧消失 正在气头上的时候 丫鬟突然间想起一人来找过自己 说他们家小姐愿意出500两与宁玉轩吃饭 一听500两的他眼睛开始发亮 看想需要想想办法让宁玉轩答应才行 画面一转 他当当下班聂丧瑜早已在公司门口等候多时 见其模样好像已经恢复记忆似的 曾经的自己太过于任性了 他向着宁玉轩道了歉 并且他特意熬制一晚上的周地给相公尝尝 宁玉轩双手一探聂丧瑜还以为对方收下 奈何突然间夹在嘎吱窝里 会不会是他相公工作一天累了 聂丧瑜准备为其捏捏 对方这一举动可把他气得够强 紧接着泪眼婆娑表示 这周真的做了整整一夜 可宁玉轩从来不吃对方煮的粥 所以聂丧瑜不用眼了 转过身去他恨不得掐死对方 但是为了那500两还要多忍耐一下 其实今天过来就是希望相公同他一起吃个饭 见聂丧瑜诚恳的目光后 宁玉轩送了一个滚子让他自行体会 他是没见过这般钢铁直男 现在真不知道对方到底怎么才能跟他过去 亦或者天底下就没有宁玉轩在意的东西吗 丫鬟说圣上赐一匹汉鞋宝马 随后他留下一张纸条 说是那匹马他迁到饭店 如果宁玉轩不来的话 他就将那条马给杀了 这个女人突然间让自己过去吃饭 考虑一番后准备前去赴约 瞬间让鬼白带侍卫一同前往 而在酒楼内也见到这名女子 这时宁玉轩一身白衣打开了房门 还没等众人打招呼 一群黑衣人将房门牢牢锁住 而面前的男人才是约见宁玉轩吃饭之人 其中便有人准备动手 但是没等靠近就已经被利剑射中要害 接着一群侍卫将这里团团围住 眼看形势如此 宁玉轩吩咐鬼白要留活口 起料这时一人挟持了聂桑鱼 黑衣男准备逃离时候 突然宁玉轩射出一箭 难不成连自己老婆的性命已然不顾 对于嚣张跋扈并且蛇毒心肠的女人 他宁玉轩早就不想要了 男人要是帮忙解决 他还得感谢对方善意之举 而聂桑鱼还认为他丈夫在跟自己开玩笑 下一秒宁玉轩又再次接过一箭对准了他们二人 聂桑鱼不敢相信四年的夫妻之情竟会如此 果然是默玉轩 这么狠心 伟大目的不惜杀鸡 我信你可以试试看 歹徒正在考虑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女人身上的吊坠 他有些不敢相信怎会这般巧合 不等他思索宁玉轩已经射出了这一箭 而目标正是自己的妻子聂桑鱼 男人立即将他推到一旁 这箭稳稳地射在他的胳膊上 他将桌子替飞接着带人从窗户跳了出去 不多久众人根据血迹来到了一所寺庙 侍卫说他们已经搜寻过了 只有藏金阁未能进去查看 他们的确就在里面 这时少林寺方丈来到这藏金阁门前 对于搜索歹徒仪式他已然清楚 可里面每天都有僧侣在里面打坐 关系少林寺的声誉还请众人行得方便 宁玉轩也只好表示同意便离开了 这个男人名为阿郎 想到白天看见的吊坠阿郎不由想起幼时 听说要去干爹家见他的小妹妹 阿郎特意准备一对吊坠 而面前的方丈也是阿郎的伯伯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阿郎是该放下了 毕竟当年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存在 更何况帮主和宁中天都已经同归于尽了 阿郎为什么还要对他儿子下手 他这么多年心中仅有复仇二子 同样宁玉轩也是如此 这么多年一直带兵想要剿灭茶帮 见对方的固执方丈也不知道该如何评判 唯有阿郎将心结解开才能看透 而回到家中宁玉轩质问他妻子 什么时候跟男人好伤的 聂桑宇解释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 他只是听说有人愿意出五百两 跟他丈夫吃一顿饭 对于丈夫深陷险境他表示抱歉 可是今天在生死关头 宁玉轩也没有顾及他的死活 按理说是应该持平了才对 回想当初迎娶二房时候 他娘子和黑衣人同时出现来行刺自己 而今天又在酒楼也是聂桑宇让他过去的 难道这两次竟会如此巧合 接着宁玉轩让嬷嬷拿来遗物 这东西就是聂桑宇之前惩罚下人所用的 或许现在从事招来可免去皮肉之苦 既然他说了这么多对方还是不愿相信 那何必一而再再而三问自己 这时二房文婉听闻到动静感到了这里 他也听闻自家丈夫遇刺一事很是担心 在看到身边的聂桑宇后 难道这件事幕后主使就是他的好姐姐 随后在宁玉轩跟前解释他姐姐不是那种女子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 回你的房间去 万儿只是担心侯爷安慰 请侯爷继续 小编怎么看怎么感觉文婉是故意的 宁玉轩在给宁玉轩最后一个小时好好考虑清楚 随后转身离开 宁玉轩一边哭泣一边解释 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算宁玉轩打死自己 他也不可能承认他没做过的事情 其实宁玉轩只是吓唬一下对方而已 不要说四年夫妻之情了 哪怕是向着女人动用私刑他都做不到 经过刚当那么一问 或许真的只是巧合而已 这件事情还是那个阿郎 只要找到此人必然知道真相 那他们家夫人一个时辰后该怎么办 宁玉轩吩咐鬼白时辰一道便送去思过阁吧 画面一转 一炷香时间一到 二房在不远处让嬷嬷到他那边 刚刚他们家侯爷也说过 大夫人如果一个时辰没有想好 那可是动用鞭刑作为处罚的 可是他一个下人怎么能对大夫人动手 丫鬟解释嬷嬷是按照侯爷吩咐去做事 喜不是听主子的话更加妥当 嬷嬷看向二房便知道是他的意思 既然时辰已经到了 嬷嬷让他们家大夫人赶快给招了 要不然这鞭子打在身上可是很疼的 对于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聂丧鱼到此还是不愿承认 那他们只能按照侯爷吩咐做事 于是将他架在板凳上 大夫人 得罪了 放开我救命啊 救命啊 你还是说了吧 放开我 二夫人很是满意自己暗中操作 而此时的聂丧鱼已经被打得惊呼昏厥 突然间他的相公赶到了此处 嬷嬷解释他只是听从侯爷安排所做 刚刚他听说一炷香烧完就要惩罚一番 聂玉轩只是让嬷嬷滚下去 见自家相公生气二夫人急忙从暗处离开 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 他让鬼白将聂丧鱼送回思过阁休养 不多久安置完大夫人后鬼白前来复命 至于刚刚所发生事情他也调查过了 聂玉轩已然猜到幕后之人正是二房温婉 对此男人很是头痛 只因上次温婉大婚当天被聂丧鱼捅了一刀 这么做无非就是好好报复一番 这时鬼白又提到他又发现一件事情 至于二夫人婚礼受伤其实另有隐情 原来聂丧鱼在温婉大婚当天的确拿出了刀子 当初温婉第一时间也发现了 气愤的聂丧鱼准备刺死侯爷的 这时温婉用身体挡住了 聂丧鱼其实已经停住了 趁着众人看不见的时候 温婉抓住对方的手筒在他的身上 而这些都是那名嬷嬷亲自交代的应该不会有错 以聂丧鱼的性子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 他们侯府难免又要乍天了 那就按照之前定的这顿鞭子是他打的 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另一边聂丧鱼已然从疼痛中清醒 看着身上的伤痕他不由得泪眼婆娑 太多的委屈不知道向谁去诉说 这整间侯府只有丫鬟还在这里陪伴 那宁玉轩身为丈夫又在哪里 既然所有人不喜欢自己 还不如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天 聂丧鱼命下人将他抬到宁玉轩书房 对此他就知道准备好事问对方想要做什么 这时聂丧鱼从身上掏出一张修书 随后扔出去让宁玉轩仔细看清楚 他示意让丫鬟递过去 奈何丫鬟哪里敢做 这时一人捡起来一看 好家伙 原来是女人要修了男人 今天来我就要正式通知你宁玉轩 从今天开始 这个宁府的大夫人谁想做谁做 本姑娘不做了 这自古以来只听说过丈夫修妻妻子的 他也是头一回听见女人要修男人的 黑衣男人表示他赞同聂丧鱼的想法 毕竟男女平等也都有各自的主见才是 听得聂丧鱼不由赞叹这个男人想法才是正确的 不用多问对方绝对是个好男人 男人一听顿时不明白了 自己是谁聂丧鱼不认识了 男人名为陶思维也是他的同窗关系 背后是他一直喜欢聂丧鱼的不过是个闲外话 聂玉轩支开二人后解释何离他不能答应 只因职位在这里并且还是圣上亲定的婚事 所以聂丧鱼要想离婚只能找当今圣上 对于聂丧鱼说的这些他不想过多解释 他让下人赶紧将这个女人给抬出去 或许等到聂丧鱼恢复记忆后 对方就不会说今天的这些话了 回到床上的他又不安静了 之前听丫鬟说过他父亲是镇远大将军 那他们今晚就偷偷出去去回娘家 丫鬟表示小姐的娘家人都在西北镇守边疆 并且当时小姐执意要与侯爷成婚 差些将军就要与小姐断绝妇女关系 幸好这几年夫人以及他的妹妹从中调和 目前小姐与将军的关系已经缓和了很多 仔细想想聂丧鱼还是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丫鬟说他们的盘缠不够外面住一间客房的 既然闲着也是闲着 这几天他就躺着把银子给挣了 接着自己正大光明离开侯府看谁敢拦着 其实这些话都被鬼白听见并且告诉了宁玉轩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 他们家夫人真的只是想挣钱罢了 话说什么了 这个宁玉轩搞得我家里也不安宁 你说我真是瞎了眼 怎么能看上他 这还是不苟言笑的鬼白说的话 接着问聂丧鱼还说了些什么 鬼白再次模仿大夫人的话语 说就在侯府待上七天时间 这七天内哪怕是他趴着也能把钱给挣了 再然后大摇大摆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 二夫人故装做钱来探望 见他姐姐能够起身活动 是不是伤口已经好了很多 单纯的大夫人还以为对方在关心自己 看着温婉眼泪都快掉下 哪怕姐姐在生气 她都不该向着博业提出离婚仪式 一听到那个男人聂丧鱼顿时打住 现在已经对宁玉宣伤的透透的 并且决定一定要离开这里 二夫人先是一愣 可能她等的就是最想看到的一幕 相公与姐姐性格都极为刚烈 如今二人走到一起还是出了问题 见温婉仁还不错 她是一丫鬟去将自己做的书横膏给拿来 二夫人接过后表示很惊奇 简单一番后便转身离开 丫鬟之时提出她们之前是用侯爷去挣钱的 如今想挣钱的确是有些难了 聂丧鱼脑筋一转想到了办法 她先是找到侯爷的表妹千连雪说她有赚钱的方法 千连雪还以为大夫人还在打她表哥的主意 聂丧鱼想起她熬制的书横膏送给面前的丫鬟 背上的伤口恢复的如何 丫鬟说她肩上已经完全好吗 并且剩余的涂抹在了脸上 还别说就连千连雪才发现丫鬟的脸色好了很多 而聂丧鱼过来就是商量卖书横膏的 至于功效方面不用多说 不光伤疤可以抹除 甚至还能美容养颜之功效 经过一番操作千连雪还想愿意一事 之前丫鬟被大夫人烙的梅花印已经消失不见 并且这皮肤都好了很多 再涂抹在摩摩手上进行对比 哎呦喂还别说 真的是细腻光滑的很 最后这书横膏在侯府畅销无阻 聂丧鱼建议叠叠银跳眼睛发亮 眼看钱挣得越来越多 她也是该早些离开这侯府了 这时千连雪大喊不好了 原来制作书横膏的原材料 薔薇花一夜间全败了 一开始聂丧鱼也是颇为头痛 但是又好像发现了商机 她让千连雪将原材料没了的消息给传出去 并且还要将之前定的价格再抬高一倍 这便是传闻中物以稀为贵 越是少价格才会抬得越高 其实这一切都是二夫人温婉让丫鬟故意破坏 丫鬟嘟囔一嘴说大夫人书横膏的确好用 二夫人赏给她的涂抹在脸上确实细腻了 温婉立即给丫鬟一个眼神示意 吓得她连番表示抱歉 第二天书横膏依旧照卖 只不过已经限量销售 嬷嬷一听没了顿事不乐意了 他们这才三十多岁 以后要是没了书横膏 他们该怎么办才是 千连雪只能建议让他们先省一些使用 这次量虽然少了 但是钱却是比之前挣得更多 接着千连雪又给聂丧鱼一个好消息 原来书横膏已经传到了京城达官小姐那边了 聂丧鱼提出让那群人只能用试用装 并且还不能够直接售卖 或许奇货可掬的道理在他们那边更加好用才是 画面一转 大夫人忙于挣钱 二夫人自然也不显着 他特意熬制人生想让他项目尝尝 但是宁玉轩根本就不需要补这些东西 见温婉气色不好 这温婉大婚当天还受了伤 应是他多喝一些才是 出门的温婉见到身边的丫鬟 难道是书横膏的原因 所以导致他与丫鬟在一起面色显得焦黄 刚刚侯爷也有提到自己脸色不好 他吩咐丫鬟去买一瓶给他用用 而大夫人眼见在府里真的差不多了 于是命一群下人来到思过阁 只因他明天准备离开侯府 所以这才和众人商量一下 能不能送送自己 送自然不能白送 这身后思过阁所有东西 他们喜欢什么便拿什么 他们听得面面相去哪里赶 聂丧瑜知道缘由 拿了一只鲤转身离开 自他出去后 这群男男女女见到西汉玩意就办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我来就是正式通知你 明天我就离开侯府 从此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事不了 没想到宁玉轩同意他娘子离开 并且还会亲自为其送行 看这家伙态度好像很高兴 气得聂丧瑜扭头就走 女人深夜准备离家出走 只因婚后四年 丈夫不将自己放在心上 正当他打开后门一刹 那女人呆住了 原来一群大汉虎 是单单看向自己 聂丧瑜被吓得急忙 关闭后门 再转身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丈夫 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 这么晚了 夫人要去哪儿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之间不合适 不要再勉强了好吧 宁玉轩不由的惊奇 四年前聂丧瑜为什么不顾家人反对 也要嫁给自己 当初毕竟年纪轻轻 不懂什么才是爱情 如今发现对方不爱那自当离去 面对妻子误会她命下人 将她送回思过阁 但是这次她是铁了心不再回去 聂丧瑜不回那 她自当有办法让她回去 随后下人准备将她直接拖走 宁玉轩 你放开 你爹娘没教过你什么事同情心吗 你住口 我就要说 你这样冷血的人 恐怕连你爹娘都没办法跟你亲近吧 可能是她随口之意 但是一听关系父母宁玉轩脸色很是难堪 最后聂丧瑜还是没能走出侯府 这时鬼白说西城十里外 发现逃离那三人踪迹 于是她带领侍卫来到了这间破庙内 建议群都是老弱病如 看来他们猜测出了错 这时一名妇女见到宁玉轩后跪在地上 她不断请求对方能够救救她的孩子 只因他们已经好几天不曾吃饭 宁玉轩健壮退去披风准备为他们取暖 可下一秒妇人掏出匕首狠狠插在她的身上 宁玉轩问那名妇人为什么要刺杀自己 原来此人一眼便认识宁玉轩 如果不是对方的狠辣 他们也不至于流落到破庙度人 看着面前的幼童以及妇人 宁玉轩便知道这群人就是她抓匪徒的家人 他们家大人为名除害 难道对方还想颠倒黑白不成 可是他们只知道男人不在了 他们即将活不下去 一群老弱病如纷纷起身要与之反抗 宁玉轩选择放掉这群难民 对于身受重伤一事不可外传 她吩咐鬼白定要将这群人给安置好 鬼白还想将宁玉轩送回侯府 但是见宁玉轩执意如此 她只能听从 其实见那群被她抓到匪徒的亲人 宁玉轩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 不多久她拖着疲惫身体赶到了家中 这也刚巧到了聂桑鱼的房门外 就是个出尔法尔的无情大坏蛋 还跟我说什么 允许我出府 同一盒里都是骗人的 你个大骗子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受伤 她让聂桑鱼和丫鬟立即出去 正在她准备出去时候 扭头一看宁玉轩已经受了重伤 她还想找个大夫的 奈何宁玉轩要求绝不可让别人知道 聂桑鱼搞不懂对方怎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那鬼白又在哪里 另一边一间房间内 手下来抱鬼白深夜一人出了城外 这个男人是宁玉轩的死对头 大晚上出去定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拦下先探探情况再说 聂桑鱼见状急忙将衣服掀到一边 见伤口程度看来光止血还是不够 当下还需一个药方补充 不多久一个药方便已经出现 丫鬟时的前几个药引到没注意 最后一个马分是什么意思 聂桑鱼让丫鬟只管去拿便好 不多久接过药便要喂下 宁玉轩一闻感觉这药味道不对 虽然她知道当下她做的药不同于其他 但是消炎止血真有其效 宁玉轩差些将药打翻在地 聂桑鱼见状只能出此下策 于是她拆去蚊帐束带将她绑住 强硬准备喂下奈何这家伙就是死活不喝 气得她命丫鬟去拿她的主持过来 她就不幸撬不开宁玉轩的嘴 而下人已经将鬼白给捉住 不过用的是山匪名义搜寻的 其中就有一名药材是专门针对止血的 这鬼白取药看来定是有人受伤 她吩咐侍卫继续查宁玉轩最近都干了什么 画面一转 昏迷中的宁玉轩清醒 她愤怒问念桑鱼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往我遮探一整夜 辛辛苦苦给你喂药 我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见宁玉轩好像不是在装的 于是这小嘴又开始巴巴了起来 这家伙的嘴素我只能用格林机关枪去形容一下 昨天晚上你突然冲进我的房间 我一看 哟 这不是宁玉轩吗 我说问你吧 你也不出声 也不出声可以看 哎 我回头我一看 我不体然 这身上就是一大块钱 我说天哪 怎么了这是 我是给你拉到床上 哎呦 你这不听话呀 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晕不晕 反正我是被拍摄手法看得有些头晕 男人身受重伤已经无法动弹 妻子洋洋得意说她出去熬药 看着对方大摇大摆地离开 男人也被气得咬牙切齿 正在聂丧于熬药的空荡 二夫人这时候也赶到了这里 只因侯爷刚刚说过 不许任何人知道她受伤一事 所以大喊她妹妹来这里做什么 温婉知道昨夜 她的夫君大骂自己姐姐一顿 今日特意过来送一些东西 她还示意让丫鬟给送进去 聂丧于一听急忙拦住 只是房间里没有来得及收拾 所以有些不太方便 温婉见状故意咳嗽 二夫人 亲人无感风寒 有些见不得风 那二夫人 我们还是进去吧 好 不好意思 按照挂项来看 自己这所房间阴气较重 所以建议妹妹还是不进去为好 温婉越听姐姐解释 她越感觉里面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时温婉的咳嗽声更加的严重 身边的丫鬟再次询问大夫人一姐 他们只是进去喝杯茶的工夫就走 聂丧于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 她只好邀请进屋一座 二人正准备进去 一声怒吼吓得他们不敢动态 聂丧于害怕妹妹想多了 于是解释侯爷在她房间的原因不是自己 这个女人此刻表情越发精彩 笑里藏刀 阴险狡诈表演的淋漓尽致 接着不顾情面扭头就走 既然宁玉轩已经能起身了 要不然她相公赶紧回自己的屋子里吧 宁玉轩害怕有新人盯着自己 看来只能等到伤彻底好了才能离开 还没等聂丧于惊讶鬼白带着食物赶到 宁玉轩让她将东西先放到一旁 可是鬼白找寻周围竟没有一张桌子 聂丧于得意表示家里东西都被她送给下人了 画面一转 整间侯府的下人搬运一大货车的快递 里面均是一些家具用品以及百件 这巧不巧又被二房温婉看见 这不知不觉中又到了夜晚 聂丧于将床单放在架子上 原来是害怕丈夫看见自己 见多方位都瞧不到 她这才安心睡下 宁玉轩回想前两天受伤时候 聂丧于怎会开消炎止痛的药方 这四年她多少了解这个女人的性子 自从掉入悬崖后聂丧于改变了太多 正当她起身仔细打量的时候 聂丧于第一时间睁开了眼睛 聂丧于远远就这么看着这个女人 难道世间真有一模一样 并且有两种性格的人存在 次日清晨醒后就听见聂丧于轩开始大喊 看模样应该是做噩梦了 她不断呼喊对方名字奈何聂丧轩根本听不见 聂丧于对着大腿那么一掐 一声跌倒了之后 大脑上被女人一掐下的她连连后退 聂丧于还以为自己手中原因便要探望 这也刚巧不巧鬼白出现让她们有些尴尬 原来这个亲密模样让老实的鬼白脸颊通红 什么都不用说 我走 见聂丧于离开她问鬼白情况 原来宁于轩一直对那张药方很在意 鬼白解释她向其他有名妇科大夫询问过 他们也认为这药方开得呱呱叫 仔细一想这个女人倒没有害自己之心 当来到窗户跟前看见二女正在研制新的正前路子 此行此景送上一区表示祝福 这时丫鬟告诉聂丧于 说侯爷正在偷偷看着她 聂丧于一个抬头吓得她躲了起来 这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既然有本事看何必不正大光明一些 这句话差些将她给笑岔起了 想想也是 四年的夫妻探宁于轩差些忘了 突然间聂丧于有个主意 并且还是经过侯爷授亿可以出去的机会 接着她端着几瓶要为宁于轩上药 到此自己的脸还一直通红不敢指示她媳妇 哎呀 刚刚偷看我居然也会害羞啊 不是谁偷看你了 就是你偷看我 宁于轩偷看她老婆已成事实 二人的你浓我浓又被刚到门口的温暖听见 虽说成婚已有四年之久 但是这四年内二人感情很是冷漠 聂丧于的一颦一笑已经深深刻入她的心里 这时丫鬟悄悄告诉他们家大夫人 说侯爷正在不远处看着 聂丧于突然间想到可以出去的办法了 不多久她拿着要来到她丈夫这里 聂与轩此时还在为刚刚事情感觉到不好意思 这刚刚聂丧于在外面新研制可以去吧的书很高 说完便要为对方涂抹伤口 吓得她丈夫不断地后退失意离自己远一些 聂丧于等的就是对方的松口 今天的集市正好可以出去逛逛 聂与轩瞪大眼睛才发觉聂丧于故意的 来到集市别人想着如何消费 而聂丧于恰恰相反 她趁着集市想的竟是多挣些钱 原来在家熬制的书横高在这里大受欢迎 这时茶帮阿郎看到了聂丧于 来到摊前又见到了这枚吊坠 她故意掀起外衣将茶帮印记展露出来 接着随意拿出一瓶问聂丧于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这位公子是真的不明白吧 这个面知是没有跟肤色一样的 这时丫鬟发现侯府鬼白也来到了这里 阿郎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她已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便急忙离开 鬼白不明白夫人在此做什么 人家正在出贪挣钱鬼白会不会真实的憨憨 侯爷让你立刻回府 我是 换药 回府聂丧于准备换药 奈何还没到需要更换的时候 见对方不敢直视自己 难不成仅仅离开一小会宁玉轩就想她了 为了面子宁玉轩不愿承认 想想聂丧于也是侯府的大夫人 这当街摆摊到底丢的是谁的脸面 她仅凭双手挣钱倒没发觉到丢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 自己已经提出了离婚 应该与宁玉轩关系不大才是 那她更加不懂灭丧于拼命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为了更好地离开你 你 第二天一群文武大臣拜见当今的圣上 见宁玉轩最近一直没来上朝 圣上吩咐太医过去瞧瞧情况 这时宁玉轩死对头 林建兴说龙湘君与敌君接战大姐 并且斩杀对方近乎三万人 关系我朝大喜之事 她希望圣上能够嘉奖一下 圣上听闻准备要在御花园举办花会 到时朝中百官可待家眷一同庆贺 林建兴提出龙湘君大胜与宁玉轩后勤是相连的 如果宁玉轩能够出席再好不过 圣上深知没了宁玉轩多少会含了将士的心 最后还是传一道旨意也让他们一同前来 得知要自己要陪宁玉轩一同进宫 聂丧鱼果断拒绝 毕竟他们二人可是要离婚的人啊 至少目前还没离婚 聂丧鱼应该履行做妻子的职责 老大不去老二也可以过去的 宁玉轩解释在正式场合都是带正妻出面 就算当今社会也没一个敢带其他妹子这么猖狂的 但是聂丧鱼说什么就是不去 画面一转 二人今日来到御花园参加花会 宁玉轩千叮零万嘱咐让聂丧鱼多吃菜少说话 这时宁玉轩被其他人给叫走吗 聂丧鱼这个机灵鬼剑一群富人在此 看来挣钱的路子又要来了 他还没说话突然间陶思维来到他这里 说今天的宴席都是他亲自布置的 他想问问聂丧鱼感觉如何 一声恭维的谢谢差些将陶思维给气得半死 请教在下小明摸不清头脑 这家伙难道是在拿自己开涮 但是陶思维说他真的没有开玩笑 之前上学的时候聂丧鱼就是这样的 为了应付一下聂丧鱼说他都想起来了 但是陶思维认为聂丧鱼还是变了 他的小鱼从来不会跟自己笑的 或者结完婚后被宁玉轩一直管着 可能是结完婚人都会有所改变也说不好 陶思维现在不管聂丧鱼现在怎样 他只记得当初上学时候聂丧鱼上去胖做自己 现在就想尝尝那年被揍的感觉 这让他不知该怎么接话 陶思维这才发现实属说错了话 要是不做自己骂他几句也还不错 聂丧鱼只想大喊一声歌 这么多人在场你让我怎么骂 不不可以的可以的 不可以不可以不太合适 合适合适合适 他在宴会上想的竟是如何挣钱 丈夫见状事意让他收敛一些 下一秒妻子提出让他丈夫给他吹腿 看着不远处陛下不曾注意到他们 宁玉轩对着聂丧鱼大腿一顿猛掐 干什么你 夫人记住 外侯不守任何威胁 这时林建兴要敬他们二人一杯酒 素来侯爷很少见到宁夫人一同出息 聂丧鱼为了能与丈夫及早离婚 他还故意晚上宁玉轩表示恩爱 林建兴提出侯爷刚刚迎娶二房心愿 今天花卉还以为会带二房来的 这人不是不会说话 而是来挑衅宁玉轩的风流 宁玉轩反击古人云先有小家再有大家 林建兴跟随自己一同上学到现在尚未迎娶 虽说花楼人美生甜 但是总归不是自己的 见林建兴长得有模有样的 没想到这嘴巴是真的嘴 他问宁玉轩跟对方是不是不太对付 此事只能说一言难尽 接着林建兴说他从海方带来一批海蟹 这也刚好让陛下与众位大臣品尝下 其目的就想知道宁玉轩到底受没受伤 聂丧玉哪管这么多上去就要开动 宁玉轩让他老婆注意言行举止 毕竟圣上还在那边 林建兴还以为宁玉轩是不给他媳妇常常故意调侃 但是对他而言 林大人从海外运来花费打量人力物力 要是知道的林大人是为了表圣上忠心 这要是不知情地说对方劳民伤财也不为过 气得林建兴差些爆出粗口 见圣上看向他们这边 聂丧玉解释林大人误会自己了 他只是想说海蟹还有其他吃法 对此圣上来了兴趣 不多久聂丧玉腌制的海蟹已经做好 宁玉轩低头问他媳妇确定能不能吃 要是圣上吃出问题后 那他们两人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随后圣上吃了一口就赞不绝口 摄影大哥还特意给个特写镜头 不死心的林建兴又想出一发 既然在御花园庆祝中军大劫 他提出要与宁玉轩鄙视剑法 这也算是为众位大臣面前助助行 聂丧玉说他丈夫感冒还未康复 这时谭王听闻此话极为不爽 其实此人与林建兴是一伙的 这老头拿当年事情做一番比较 总而言之就是年轻人吃不了一点苦 无奈之下宁玉轩选择愿意 比剑自然要有新的玩法 只要双方背后插一面棋子 若是谁先抢到对方棋子便算赢了 二人空中打到了地上 由于宁玉轩受伤不敌被踢到一旁 见林建兴要用杀招聂丧玉一边大喊一边为其挡住 宁玉轩又岂能让他夫人抵挡要害 一剑下去林建兴飞向空中 刚巧聂丧玉一把将对方的棋子抓在手里 而身上受伤的部位宁玉轩隐秘遮挡住了 林建兴本以为再次输了 聂丧玉是将门狐女 二人正在鄙视剑法聂丧玉从中加入算是怎么一回事 圣上叛宁玉轩这边输了 同样圣上也看到另一面 用四个字去形容那边是夫妻的相互扶持 还有抗力情深 要是天底下都像二人这般恩爱 小了说是家和万事兴 至于大的说那边是小家安泽国强 圣上最后赐封聂丧玉为二品告命夫人 从此 你们两个就是天下所有抗力的表率 如何 这不妥吧陛下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不用啊陛下 开什么玩笑 今天跟她丈夫说好了的同意离婚 没想到还被圣上封为夫妻模范 眼看令玉轩和圣上表情不对劲 她也只好跪下扣血黄恩 画面一转 见涅丧鱼哭丧着脸她有些不懂 明明身为二品告命夫人了应该高兴才是 可对于她来讲 二品告命夫人和离婚那她定选第二个 要说起陛下送给她的告命符应该能值不少钱才是 会不会有了这一身份对她做生意就是如虎添翼 命玉轩说他们都快离婚了 这毕竟只有官员的妻子才能有这一称号 或许他们离婚暂时拖一拖 毕竟一辈子的大事情需要各自冷静冷静 回到窝里她就开始计算怎么用告命夫人去挣钱 首先需要办理一个贺宴 到时候邀请京城一些皇情贵族都过来 这些事情都被鬼白听见并且告诉了宁玉轩 第二天贺宴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却没有一人前来祝贺突然间一群人的出现让她很是惊喜 看为首不发稳健还带有一丝威严 身边的夫人雍容华贵一态端庄 至于身边的千金小姐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哎呀夫人您忘记了 那个大人是您爹 那旁边那个夫人是您娘啊 我爹我娘 至于此女便是聂桑鱼的妹妹聂青云 这时她也发现不远处的姐姐很是惊讶 既然贺宴都已经办了 最重要是她的娘家会不会很有钱的那种 丫鬟说他们家一直都很有钱 听得聂桑鱼满眼都是星星 月儿 娘 月儿 你怎么了 姐姐 聂青云也听说她姐脑子给撞失忆了 是不是曾经很多事情都已经不记得了 聂桑鱼脑筋一转说她还记得 这妹妹平时端庄又得体的一位姑娘 听得聂青云眼睛瞪得大大的 丫鬟急忙将他们家小姐拉到一旁 只因那么多年以来夫人从未夸赞过她妹妹一次 妹妹 都是我以前眼瞎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既聪明又漂亮又贤惠又大方又得体 虽然这次不巧把自个撞失忆了 但是反倒是因祸得福了 至少性子以及脾气都收敛了很多 聂青云一听顿时喜出望外 看来这次姐姐失忆倒是件好事情 气得她爹吹胡子瞪眼 接着一群下人将整箱东西放到了院子里 原来是他们一家子特意从西北那边带了一些好吃的 像是什么瓜的什么葡萄干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聂桑鱼自然没见过 妹妹解释西北还有很多西西古怪玩意 并且还是京城都没有的 听到这句聂桑鱼眼睛再次一亮 于是他拉着他爹到一旁询问情况 这要是从西北拉到京城应该能挣不少的钱 不是父亲打击聂桑鱼 西北距离京城千里迢迢 所以这生意不太容易做 父亲关切问他女儿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要是宁玉轩欺负他女儿自会主持公道 聂桑鱼说是不用了 只因不久他便会与宁玉轩离婚 正在父亲猛的状态下 聂桑鱼解释他丈夫根本就不爱自己 这家伙睡觉磨牙打葫芦 最主要的是还不让自己接近他 总之就是一身的臭毛病 听得他爹一脸后怕 这规防之事怎能跟自己说呢 画面一转 聂桑鱼二品告命仪式正式开始 这除了他娘家人之外 其余人是一个也没来 这时宁玉轩事宜让郑主发表感言 见一群人鼓掌聂桑鱼无奈起了身 他那也不想多说只说两句便好 大家吃 喝 吃饭 人家认为的两句果真一点毛病都没有 看着妻子无语的啃着苹果 聂玉轩解释今天宴会都是聂桑鱼一人出自的 不听还好一听自己的钱 他有些不舒服 聂桑鱼越想自己花钱越是生气 反正他认为这个宴席的钱是应该聂玉轩出的 但是他们府里有个规矩 不管多少开支需要提前智慧一声 聂桑鱼厚着脸问对方承担一半行不行 吃尽嘴里后还是认为不行 聂玉轩故意拿出一个典型刺激聂桑鱼 这块糕点至少是一百两钟的三文钱了 聂桑鱼直接炸了 既然是他花的钱自当自己享用 吃要吃的好那喝也要喝的开心才是 不多久聂桑鱼周边糕点全部进了肚子 就连酒水毒他一人已经喝了五湖 聂玉轩这时看出妻子喝的有些多了 难道这一百两吃完再去花钱找郎中看并继续花钱 开玩笑自己喝的高兴不小之后 这副师太均被他父亲一顿训斥 突然间他发现自家闺女身上的吊坠一脸惊讶 这时久一上头的聂桑鱼一把摸向丈夫脸颊 只因现在见宁玉轩竟会如此帅气 宁玉轩本想推走聂桑鱼回屋子的 奈何对方一句话差些震住全场来宾 你好像我的意中人啊 这时二房间二人亲力难免有些吃醋 于是起身表示他送姐姐回房休息 宁玉轩也发觉在这场合的确有些尴尬 他示意让丫鬟将大夫人给送回去 醉意的聂桑鱼发觉周围散发一种神秘的味道 仔细再用笛子一闻正是眼前男人的 这时父亲似乎有些不悦 毕竟这么多人都在自家闺女这般成何体统 但是这话一说完他瞪大了眼睛 只见女儿腰上的吊坠似乎有些不同 原来二十年前一人遭遇仇家 但是怀中两名双胞胎姐妹着实让他不容易照顾 于是男人将其中的姐姐送给眼前的父亲 当初聂桑鱼的父亲与妻子成婚一年唯有子嗣 他承诺定会当成自家女儿一般看待 接着男人掏出一对玉佩 至于这其中又贤月留给了姐姐好当做日后相认的凭证 可父亲见到的却是左贤月 于是他吩咐管家去一趟自己老家去找一人 另一边安置完聂桑鱼后他准备休息 不料自家的大夫人此时还在酒意之中 这部独自一人又跑到相公这边开始耍酒疯 我觉得我的头好痛啊 温柔的气息 我的腿 也好痛啊 面对大夫人酒意宁玉萱并不打算理睬 不料这是聂桑鱼一个闪身的功夫将丈夫摁在床边 既然他们目前还没有离婚 那就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丈夫知道聂桑鱼这是开玩笑的 可谁知下一秒聂桑鱼红唇吻上自己的丈夫 刚刚那深情一吻聂桑鱼认为丈夫就是他的意中人 还别说今天的宁玉萱格外的帅气 她都有些情不自禁了 丈夫被吓得急忙躲开 开玩笑聂桑鱼岂能放过这只绵羊 这让小编不由响起一首歌声表达一下 跑不动的宁玉萱示意让她掀过来 聂桑鱼听从丈夫就要来个爱的抱抱 这是门外的温婉准备到她夫君那边的 奈何大老远就听见屋内二人嘻嘻声响 温婉被气得咬牙切齿 接着宁玉萱用被褥包裹将聂桑鱼扛出房门外 画面一转 林建兴还在为前几天的事情感到愤怒 没想到宴会上聂桑鱼竟然毁自己的名声 看来她也要出一口恶气方能挽回局面 但是整个京都都知道聂桑鱼是第一毒妇了 林建兴示意让手下继续加臭此人名声 第二日聂桑鱼从醉意中已然清醒 就是这头有些昏昏沉沉的 丫鬟解释他们家夫人在聚会上喝多了 但是接下来的话她是不好意思开口 只能竖一只大拇指表示厉害 聂桑鱼此时一脸的猛 丫鬟解释大夫人醉意之后的事情 最后还是他们家侯爷用被子包着回到房间 聂桑鱼被吓得急忙扔了出去 难道昨晚发生不可描绘的事情了 丫鬟说不能怪侯爷 主要是大夫人分要住在那边 听闻自己酒后荒唐事情后聂桑鱼几乎崩溃 正当她准备出去散散心的时候 大街上就有人传出自己竟然杀马吃肉 气愤的聂桑鱼换一身着装要找这个男人理论 这个男人一口咬定面前的女人正是京都第一毒妇 一群吃瓜群众对此指指点点 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外人说的这些表示冤枉 男人眼见事情开始发酵露出细细嘴角 一声砸她后这群人拿出菜叶一顿甩 灰溜溜到家又被宁玉轩遇见 聂桑鱼将大街上事情讲述一遍 她的第六感认为和林建兴脱不了关系 得知前因后果的宁玉轩说这件事情她会解决 至于那群人说的闲言碎语就当作耳旁风不必当真 见对方安慰聂桑鱼哭得更加厉害 随后她靠在宁玉轩肩上开始委屈 她做了自当承认 可是没做的事情为什么强压到自己身上 如果这件事情关系林建兴 那她自会好好解决 另一边 一间寺庙内躺着一众难民在此休息 这是一个面具人对着里面的人开始屠落 听闻到声音的阿郎拼命向着这边奔跑 一名幼童爬着想要逃出魔爪 面具人准备一刀落下 幸好阿郎及时赶到这才化解幼童生命 她号称京城第一毒妇 最近几日遭遇诽谤很是头痛 不远处驴兄四叫一声后女人怒了 叫什么叫 这家我现在就给你断了 驴兄时序不敢发出声响 但是另一桌的男人有些不悦 随后起身一边解开缰绳一边看向这个女人 聂桑驴有些尴尬 于是急忙解释她跟驴开了个玩笑 这时阿郎也来到了这里 听闻聂桑驴被人恶意造谣 所以特意来找她的 难道自己戴面纱还是能够被人认出来 既然心情不好 阿郎准备带她去一个地方可以散散心 郁闷的聂桑驴也并无多想便同意了 正在聂桑驴聊天的空荡 聂桑驴竟与另一男子当众出现 他们还没离婚 这家伙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不多久三人来到湖边开始吃烤饼 不是阿郎不给他们弄好吃的 主要是每次吃烤饼就会想起小的时候 并且还是最幸福的回忆 聂桑驴还以为是阿郎的母亲经常做的 但是阿郎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多久便过世了 自小便与她的叔伴和父亲在一起生活 那时候他们只能靠吃这些度过日子 按照阿郎讲述应该从小就在大家庭内长大的 可惜好景不长 在她小的时候便有一伙贼人将他们村子里人杀得差不多了 现在阿郎一直在寻找叔伴的骨肉 这也算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聂桑驴关切问对方找到没有 其实阿郎已经确定眼前的聂桑驴就是她叔伴遗留下的亲人 但是这句话却不能说 另一边聂玉轩此时在家中回望妻子怎么还没回家 见聂桑驴声响她立即坐下 探证主聂桑驴质问起对方 虽然今天大街上没人诽谤自己了 但是经过她调查发现那群人全部都不能说话 就算在傻的人都知道是她聂桑驴干的 毕竟京城第一毒妇一直在她头顶营绕 聂玉轩的确让鬼白一一拜访那群人 至于不能说话原因是连夜审理 那群人讲了一夜所以说不动了 聂桑驴突然之间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便是聂玉轩为什么对她的事情这么伤心 她又怎么能承认对聂桑驴有了好感 正在他们打情骂俏时候鬼白匆匆而来 原来大理斯带侍卫来到他们侯府 大理斯说他们在城郊寺庙发现多名难民惨死 这其中便有母女曾经和宁侯也有些关系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让宁玉轩前往大理斯调查 宁玉轩让鬼白去调查一下便与对方前去 随后鬼白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先是在院内找到一块属于茶帮的印记 接着在庙内发现一条鞋子 突然间黑衣人要解决掉鬼白 幸好身手不错的他解决掉其余几人 最后一人撒了一把面粉后这才离开 回家后鬼白说他找到一些线索 但是需要进入大牢内告诉侯爷 聂桑驴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这大牢岂是他们想进就能进的 突然间看见身边的丫鬟后聂桑驴想到了办法 画面一转 聂桑驴带着丫鬟赶往到了大牢外 他猖狂说自己是侯爷老婆想见他老公 人家不给进 接着他说他爹是镇远大将军 二人还是当做没听到 最后聂桑驴搬出自己二品告命夫人这一头衔 他还示意让丫鬟将他官服拿出来 仔细一看这不是鬼白还能是谁 面对官服这兄弟俩傻了 这不是为难他们还能是什么 聂桑驴悄悄悄使了使银子这才进了去 进入牢房聂桑驴还特意打了打招呼 宁玉轩在这里还摆起了架子问他怎么来了 他只好解释是自己带鬼白进来的 侯爷我去不妙娘 怎么样 这一画面像集完那部电影里面瞧断 接着鬼白将现场找到的一根鞋 以及茶帮印记拿了出来 看着这鞋子就知道那群人经常在海边活动 自他进入牢房内 宁玉轩一直认为是林建兴所为 如今根据茶帮标记这阿郎也参与其中 看来首先想办法混到一处名为海方的位置调查 处理完事情后聂桑驴准备出去 这时被丈夫急忙叫主 自己都进来了作为妻子不应说点什么 聂桑驴拿出一块木盒子 他知道牢房伙食不好 所以盒子里有一些吃食 直到保安大队长呼喊他们这才离去 画面一转 京城大街小巷纷纷疯传侯爷肆意屠杀难民 妻子又号称京城第一毒妇 难道这一对魔头是想要将他们京城搞得天翻地覆不成 其实事情并不大 反倒是一传诗诗传百话已然变了指 得知情况的聂桑驴也发觉事情不妙 这时侯府的嬷嬷泪眼婆娑赶到这里 说他们家侯爷是什么人嬷嬷很清楚 这自小宁玉轩喜爱花草动物 同时也对他们下人亲切有加 只是老爷和夫人突然间过世后少爷变化很大 没想到宁玉轩会有这样的童年时光 聂桑驴安抚摸摸摸说他会想办法救他丈夫出狱的 接着他先找上京城说书的 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面前的男人写几篇他们家侯爷被人陷害一事 聂桑驴一边讲述丈夫乐善好施 至于说书的汉流加倍也跟着写 不多久整个桌子已经堆积如山 随后聂桑驴先将供桌摆在牢房门外 毕竟说书讲述他丈夫的好定由百姓欺负 其目的就是想让圣上得知此事 这说书的倒也不含糊 听闻侯爷被奸人所害后 一群人纷纷到牢房门外上香祈祷 事情正如聂桑驴所想的确揍了小 皇帝的确单独约见聂桑驴 对于百姓在牢房门外祈祷很是气愤 宁玉轩也不曾想聂桑驴胆子这么大 作为丈夫定会严加管教 第二天上朝大理寺提出侯爷虐杀乞丐一事调查清楚 最后判宁玉轩罪名并不成立 但是圣上很是气愤 满城百姓疯传宁玉轩虐杀村民 没想到大理寺和刑部判为无罪是否 不管宁玉轩做或者没做 他都需要给天下的百姓一个交代 一群大臣顿时也感到不妙 轩 罪臣宁玉轩行为不减恶贯满盈 夺去绝备封号 罢处惨之正式拆起 王帝停顿数秒后决定 这宁玉轩就到海芳当的县令 林建兴顿时也察觉不对劲 下朝后他先来到谭王这边 说皇帝大怒将宁玉轩罢免后爷官职 最后被流放到海芳做县令 谭王也不是傻子 皇帝难道真的不是故意为之 这哪里不好放分要到海芳那个地方 林建兴被吓得当场跪下 他保证此人进不了海芳半步 谭王端出一杯子事意让他拿着 林建兴不敢迟疑接在手上 这茶好久了 会当而无味 该还心的 接着丫鬟将侯爷被贬到海芳当县令 事情告诉聂丧瑜 听到这个消息他安心不少 至于海芳到底在哪他有些疑惑 丫鬟听别人讲起那个地方 有好人也有坏人 更可怕的是有男的也有女的 聂丧瑜思索认为皇上是故意让命运宣过去 至于调查什么他就不为人知了 第二天一群侯府下人与二夫人在门外等候 原来今天便是宁玉萱回家的日子 这是他从马车走下 温婉高兴询问丈夫情况 但是宁玉萱选择无视这个女人 看向不远处一群家丁后 他难免有些失望 温婉知道丈夫是在找大夫人 原来聂丧瑜特意准备了伙伴 这本身高兴的宁玉萱不高兴了 只因他自小就怕火 随后将鬼白拉到前面替他挡一把 宁玉萱 你干什么 这是我专门为你肩膀洗尘准备的 宁玉萱我跨火盆 据听说从脑里出来的人都需要跨火盆去去晦气 宁玉萱让人给撤走 温婉不由地露出笑容 没想到这家伙还以为他不好意思 气得他一声谢谢便从旁边进去 想想这个聂丧瑜 前几天他在牢房还算做一些证事 怎么自己一回家对方又不正经了 鬼白认为可能是他家侯爷误会到夫人了 只因床榻前还有柚子叶是夫人专门去集市上买的 宁玉萱仔细打量后心里有些小感动 出去柚子叶和你跨火盆 本侯一概不限 随后聂丧瑜不解男人为什么不跨火盆去去没院 但是宁玉萱表示他不信这些有的没的 气得聂丧瑜扭头就要走 这时丈夫叫住了妻子 只因他不久后会到一处当县令 宁玉萱希望大夫人能随他一同前去 一听此话聂丧瑜直接拒绝 他的愿望是在京城多开几家店铺的 接着二夫人温婉前来探望 虽说丈夫被圣上降了职 但是以侯爷的才能不多久便会位以重任的 见温婉宁玉萱语气冷了几分问他有什么事情 原来他听说丈夫要去海芳去做县令 那边的饮食生活自当需要人照顾 温婉提出能不能将他带过去服饰 聂丧瑜感觉温婉想法不错 但是宁玉萱就是不愿带温婉 对于吃的用的他无所谓 这时温婉说海芳那边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 必听关于吃的聂丧鱼来了兴趣 实在不行他和温婉一同前往 必听此话温婉表示现在就回房间收拾一下 待人离开后聂丧鱼便开始要东西 命运宣装傻拿了一杯茶水递到手心 你怎么从牢里出来的你不知道啊 你的好名声谁给你悬扬的你不知道啊 我费了好大心思的好吗 快点 结果盒子里的银票聂丧鱼爱不释手 事实证明什么都可以不靠谱 只要钱在手里才是靠谱的 第二天聂丧鱼特意准备几瓶晕车药 这其中一瓶就先给他的妹妹 不过温婉此次前来也是送给他姐姐一样东西 原来他在娘家摘了一些豆角 按照母亲教他的方法做了一些菜 所以这才送来给他姐姐尝尝 小编怎么看怎么就是豆角 吃完后聂丧鱼又将晕车药送给了宁玉轩 这时聂丧鱼也发现桌子上的豆角 可能是他吃多的缘故肚子有些不太舒服 或许宁玉轩应该感谢自己 要不然对方也会跟他一样 经过聂丧鱼解释他这才知道 温婉是先给大夫人尝过 再然后端给自己 宁玉轩拿起闻了闻 很明显豆角做不熟的话容易中毒 他关切让聂丧鱼赶紧回屋子休息 之后他会叫郎中过去瞧瞧 聂丧鱼也并不多想变回去了 当夜他找上了温婉 他问对方知不知道 不熟的豆角吃了容易中毒 温婉表示他从来就没听说此事 这今天还做了一些送给他的姐姐尝尝呢 难道姐姐中毒了 温婉起身急忙道歉 他的确不知道豆角不熟这一情况 不管老二有心还是无意 因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温婉一脸的无辜表示真的不清楚 宁玉轩提起曾经的事情 他清楚对方从结婚前受到很大的委屈 但是委屈并不是这样发泄才是 原来温婉的命是宁玉轩救下 自成婚以来他兢兢业业 他将这个男人作为自己的全部 还有谁会是谁的全部 看来温婉是不能和他一同前往了 倒不如在家里想想自己该过什么样的人生 至于聂丧鱼自跳入悬崖后 已经改变了很多 这么久以来也从未有害温婉的心 那温婉是不是也该停止女人之间的斗争了 对于温婉的哭泣 宁玉轩一脸的冷漠 这时他起身依旧楚楚可怜 既然不能一同前往 那他会在家中为他丈夫欺负 第二天 简单收拾后二人准备出发海坊 这时温婉连夜做了一张凉起 他希望丈夫在那边能够睡得舒服一些 而自己会每天在家里烧香拜佛 祈祷夫君的平安 看向憔悴的温婉 他不曾说话 对于之前做的错事 温婉再次诚恳到了情 他希望夫君能够原谅自己 至于这些话不应该与他去诉说 温婉是该找郑主说声才对 对于善良的他又岂能不原谅 听得温婉一脸的感动 随后二人坐马车前往海坊 看着远去的背影 温婉的表情逐渐开始变了色 另一边林剑星猜到宁玉轩此行海坊不会那么简单 或许应该是查到了一些东西 既然他敢往那边去 那就连人代码都留在那里 于是指头一直准备就在这个地方动手 众人来到驿站准备休息 聂桑鱼用二品告命身份开了两间房 一间天字房间 至于另一间便是柴房 你是柴房 我是天字号 男人偷偷打量起自己的妻子 只因最近他察觉对方的言行举止变化很大 如果你不是聂桑鱼 那你到底是谁 突然间宁玉轩想起 妻子又肩有块梅花太挤 他在思索要不要查证一下 这时女人从睡意中清醒 见宁玉轩盯着自己他有些发毛 聂桑鱼还是意让对方不要瞎想 殊不知外面的杀手已经悄悄潜入到了客栈 一群黑衣人首先来到天字号房间 奈何屋内空空荡荡根本没有一人 而鬼白带领侍卫早已等候多时 于是刺客与这边交了火 二人在柴房同时也听闻到了声响 宁玉轩让妻子待在柴房不要出去 他先将那群坏人赶跑保证夫人的安全 聂桑鱼略有感动只知道点头是意 当宁玉轩与鬼白联手这群刺客纷纷倒地身亡 他自知对手不会派遣一对刺客 看向柴房的妻子宁玉轩吩咐两名侍卫保护 至于其他人跟他一起迎接第二队人马 待大队人马离开后 聂桑鱼这才打开柴房的房门 从两名侍卫口中得知宁玉轩出去了 他担心丈夫安全便准备跟过去 突然间一名装死的刺客准备砍向自己 幸好被侍卫及时拦住 但是很不幸两人也不是黑衣人的对手 这边的宁玉轩已经解决第二波人马的时候 黑衣人挟持聂桑鱼站在对面 见到妻子后他表情极为凝重 聂桑鱼解释自己担心他的安全 所以从柴房出现还被抓了 黑衣人示意他将侍卫先退出五里开外 宁玉轩看向鬼白后继续向前 面对聂桑鱼受到威胁宁玉轩心乱了 要说上次妻子受到这般威胁 他倒丝毫不在意 可现在依然不同 他选择听从黑衣人只是撤走所有人 在众人离开后 黑衣人再次要求放下手中剑 他不由地回想起幼时的一幕 当年父亲一声怒吼 将身边捆绑他的人一一阵分 但是男人挟持幼时的自己 还示意让他放下手中的剑 这一幕和当年是那么的相像 聂桑鱼到此也不敢相信 因为自己丈夫选择留下 爹 把剑放下 爹 雪儿 把眼闭上 放下 爹 爹 没错 宁玉轩为了眼前的女人 愿意放下手中剑 这一幕也与他父亲一般剑 从手中脱离 但是父亲是因为自己这才惨死 那他又该如何走出困境 接着宁玉轩一步一步向着他们那边而去 这位兄弟 有话好好说 我现在就在你的手里 要杀要挂都随便你 其实黑衣人的目标正是宁玉轩 所以人开聂桑鱼后 直接向着腰部捅去 他已然受了重伤口吐鲜血 但是突然间从身上掏出匕首 解决掉眼前的男人 这时另外黑衣人向着他们赐来 宁玉轩拼尽力气这才抹杀 怎料第三批杀手继续发起攻击 宁玉轩选择带着妻子逃离此处 直到他们跑到河边这才停下 看向河水再看向不远处的杀手 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从水中逃脱 于是宁玉轩带着妻子跳入河里 画面一转 宁玉轩已经安然无恙 原来是聂桑鱼将她拖了回去 宁玉轩无视这些东西 他吩咐鬼白赶紧派人回京调查这个女人 鬼白似乎有些不懂侯爷的用意 宁玉轩越发觉得眼前的女人并非是她的妻子 从河里逃离是她先从中清醒 刚巧聂桑鱼右肩衣服损坏露出肌肤 但是此人并没有梅花太挤 但是自从聂桑鱼坠入悬崖后 此女不仅言行举止大变 甚至就连态度表情都感觉像换了一个人 看向院外的女人 宁玉轩早该想到这一点 而在院外的聂桑鱼脑子里时不时想起昨晚的画面 那个男人因为他愿放弃生命 还别说从这段时间的相处 宁玉轩倒也不是别人传的不解风情 聂桑鱼也对这个便宜丈夫有了好感 另一边派遣杀手回来复命 不用多说这群人定是没能刺杀成功 这件事情办砸了他不知如何向谭王交代 接着男人掏出一封信件 原来是谭王又下达指令 林剑星打开一看示意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等宁玉轩进入海坊后 他会安排那边的人将宁玉轩等人全部留在那里 好 正合我意 男人携带家属到一地方做父母官 怎料面前的衙门早已破烂不堪 打开大门后院子里更是惨不忍睹 只见白铃到处都是 至于地面上洒满了纸钱 众人来到大堂更加阴森恐怖 妻子表示他住不下去 他还是先到后院看看究竟 当聂桑鱼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顿时间叫声传有二里地 原来后院摆放一只棺材 不要说聂桑鱼了 哪怕是谁都给吓得不轻 宁玉轩准备一探究竟 奈何被妻子死死拽住 我害怕 你不松手 我怎么去检查死人在不在里面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都已经怕成这样了 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正在二人争吵的时候 鬼白已经掀开了棺材后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原来前任县令携带一家子跳崖自尽 又岂能有尸体在这里 至于是谁在这里设置灵堂 无非就是想警告自己不要多事 第二天 一行人将整间府衙打扫得干干净净 接着那群在府衙当差到九点半这才来上班 这时见到宁玉轩后众人急忙拜见 既然他已经来到这里当这线太野 那这事业和棺材明天应该早一些上班才是 不然的话他多少得罚他矿工 事业见识不妙待人先行离开 第二天二人来到海方逛街 这时聂桑鱼见到花已然走不动路了 贪主解释此花名为马蹄莲只能工作欣赏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吃到嘴里 只因花朵上沾染剧毒 聂桑鱼都感觉到莫名其妙 哪有憨憨愿意将花吃进嘴里 这买完花的他又有些饿了 这时宁玉轩突然发现府衙的事业进入一间酒楼 见门外毕恭毕竟模样就知道事业身份不浅 而聂桑鱼也刚巧准备进入到这家酒楼 看向招牌上的食物以及价格后 他终于知道这家店里为什么没人吃饭了 只因价格昂贵无比 于是示意让宁玉轩跟他赶紧离开 他倒是觉得偶尔挥霍一下也无伤大压 你傻呀 这明显就是黑店啊 走吧 既来之则安之 你没事吧 这要在这吃 气得聂桑鱼扭头就走 而刚走出房门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屋内的宁玉轩让小二帮他给陆老板传个话 就说以后不要拿对付之前的县令来对付自己 小二似乎有些后怕 其实他知道那个事业就在偷偷听着 聂桑鱼准备回家的路上 突然被一人推到一条巷子内 见其相貌就知道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他也被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拿出马蹄莲说此花有毒 要是男人继续向前的话后果自负 其料男人一把夺过此花 在聂桑鱼惊恶中将这马蹄莲吃进嘴里 哪有毒 我看你就会红小孩 看来果真有憨憨闲着没事吃花玩 聂桑鱼一边叮嘱大哥赶快去看个医院啥的 正在他准备逃跑的时候 不料又被一人敲了闷棍 幸好阿郎从中经过 阿郎见识聂桑鱼这才就想 画面一转 聂玉萱回家已经调查清楚 府衙的陆侍爷还是一间酒楼的老板 他顺嘴问了一嘴夫人在不在房间 鬼白说根本没有回家 聂玉萱顿感到不妙 不多久他已经将这事业抓到府衙 随后用剑架在脖子上问他妻子在哪 陆事业被吓得连番求饶 或许是九木赌方的老板李明做的 他也是听闻李明要给县太爷一个下马威的 给你一个时辰时间 带手的人滚出去啊 而此时的聂桑鱼已然逐渐清醒 县阿郎在海方他有些惊讶 阿郎解释自己是个商人所以四处漂泊 真没想到在这里他们还能遇见 自己无故被人堵在巷口威胁 看来和宁玉萱必有关联 阿郎听闻县太爷此时正在一家赌方 至于去干嘛就不得而知了 没错宁玉萱的确来到了这家赌方 李明也是这家老板表示欢迎 他冷言问他妻子在哪里 李明无辜表示 宁太爷的夫人怎么会在他这里 至于宁太爷今天也来了 要是赢了他可以提供消息 至于输了的话 他们也只要一个踩头就好 这让宁玉萱来了兴趣问对方想要什么 看到我这双鞋没 不跟巧 海方每一任限定跟我都是哥们 时常帮我提鞋 聂桑鱼刚一到赌方门口 周围之人都说宁太爷此时 已经输了数千两白银 听得他心都在低血 他还想解释一下奈何为时已晚 只因妻子什么都听不进去 聂桑鱼顺手拿出一把木铲 便向着丈夫这边而去 这时鬼白急忙拦住 聂桑鱼只给三夕时间 要是鬼白在拦着自己 他不介意连对方都一起给收拾了 听得鬼白扔下猴叶在旁边静静站着 二人你追我跑 宁玉萱只能抓住还想解释一下 这时聂桑鱼上去就是重重咬了一口 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 老板莫名其妙出现在宁玉萱身后 只见他用力甩出一铲子打在他的头上 这一幕在场之人呼吸都停住了 聂桑鱼见状有些不知该怎么办了 宁玉萱称赞妻子英勇 至于此人是这里的黑心老板 安下心的聂桑鱼认为他们的事情还没结束 下一秒他紧紧抱住自家老婆 至于有什么事情他们先回家 这下将聂桑鱼给整不会了 最后这家黑心的赌方被他们给端了 正在二人回去的路上 只见周围百姓纷纷盯着他们看 聂桑鱼晚上丈夫事宜让他不要动 毕竟自己的美貌不输在场之人 谁要是敢欺负宁玉萱 那就是和自己为敌 第二天富商王锦瑶邀请宁玉萱来他府中做客 这也刚巧见到自家娘子心情很好 原来聂桑鱼已经在这里找到一家门面房做生意 宁玉萱脑筋一转说他有个办法 是可以让他妻子认识海芳的名流千金 结果琴铁后眼睛不自觉开始发亮 看来源源不断的银子向着自己招手 次日宁玉萱与鬼白等候多时也不见妻子出现 当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全场以聂桑鱼更为焦点 灯光组像喝了假酒一样照在他的身上 随着猫不走起 小编怎么也要配一首音乐表示尊重 聂桑鱼问对方美不美 宁玉萱此时还未从失神中清醒 他又再次问了一遍 宁玉萱故装没事人一样嘟闹为什么这么慢 开玩笑出席宴会自然需要打扮一下 他还示意让宁玉萱看清楚一些 难道今天就没发觉他哪里不同 宁玉萱是没看出一丝端倪 这时鬼白提醒夫人头顶上有花 他还想摸下被聂桑鱼制止 自己花了好长时间弄好的 我刚刚走过来的样子像不像你的贤妻 你要是不说话呀 最像 不多久众人来到王府做客 面前的男人正是海芳首富王景瑶 聂桑鱼发现这个首富虽说穿着朴素 但是指头上有经常戴的干纸印 宁玉萱这时明白今日是王景瑶的寿宴 不过桌上会不会有些普通啊 这王景瑶解释虽然他是商人 不过挣到前后都会救济一些贫苦之人 所以今天的寿宴的确有些简陋 这时他发现面前的聂桑鱼后问其身份 宁玉萱说是他的妻子 王景瑶让他女儿敬酒 只见女人不情愿说句恭维的话后便要喝酒 这时聂桑鱼不经意发现女人脸上有红豆印 喝下酒的王月梨 见聂桑鱼的眼神后立即捂住脸颊 聂桑鱼解释自己不是故意 今天他刚巧带一样东西很适合对方 接过后王月梨打开盒子有些惊讶 聂桑鱼解释是他亲自做的面膜 至少可以治疗脸上遇到波折的问题 在王月梨认为对方这是在侮辱自己 随后气愤转身离开众人的视线 其实宁玉萱今天也备了一份礼物 接着一个大一些的盒子出现在王景瑶跟前 他欣喜将盒子打开 但是里面仅有黄土渣子 其余就剩下空气 他不解对方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是要将自己给送走不成 宁玉萱解释这可不是一般的土 自从他在公司上班以来 外出公干实属太多次了 一到地方就有人送金银财宝 可他分文不取 坐回击前抓一把土以示警戒 所以今天过来就将这么多年积攒的土 送给王景瑶 他希望对方能够多帮忙支持自己 王景瑶也不是傻子自然听出其中含义 虽说恭维的话 但是这脸上并不好看 画面一转 回到家里聂丧于不由的佩服那个富商王景瑶 寿宴竟然吃得青菜不说 就连王月梨手上的戒指印 妇女虽然都穿朴素布料 但是这金香玉的镯子无意间露了出来 宁玉轩知道他们刚来海方就遇见两大势力 其一是蛟龙帮掌管赌方一类 至于第二便是这王景瑶 而王月梨今日之辱咽不下这口气 他让父亲连夜将斧牙全给端了 成婚四年男人第一次带妻子出去吃饭 见妻子高兴模样 男人不由的露出浅浅一笑 这时妻子的朋友来到这里 聂丧于主动邀请对方一同上桌 听闻此话丈夫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接着他开始打量起这个男人 难道阁下便是妻子一直挂在嘴边的冤枉 宁玉轩此时还不知的是 上次蒙面人绑架他的妻子正是此人 阿郎解释自己只是一介商人 他可不敢高攀京城的墨玉侯 这也算是两个男人第一次交锋 接着阿郎夹起一屋递到聂丧于的碗里 气得他起身将碗里的虾给夹进自己的碗里 聂丧于有些疑惑 丈夫的伤害没好 这海鲜又是发物可不能吃 阿郎在旁阴阳怪气了起来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权利 丈夫这般是不是显得有些小气了 说完不断加起食物向着聂丧于碗里放去 聂丧于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 这才几细的功夫 宁玉轩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原来他独自一人回到了府衙 这时鬼白问他们家大人吃饭没有 本身一肚子气听闻此话宁玉轩开始抱怨 接着他问鬼白一个问题 是不是家里的花就不香了 和他在一起难道真的这么无趣 鬼白也觉得侯爷的确如此 那我就想办法让这个府里热闹起来 不多久聂丧于回家还带一些好吃的 记入眼帘都是一些美味 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和那个男人一块过去的 聂丧于知道自家丈夫吃醋了 所以需要夸他几句自然就好 这有些人啊 吃醋就吃醋 把样子还这么帅啊 谁说我吃醋 接着聂丧于想起他们吃饭的酒楼 趁着上厕所的空荡他来到了后院 谁知院子里摆满了花瓶 看着妻子如痴如醉的模样 宁玉轩知道如何做了 第二天他也将府衙院子摆满了花草 聂丧于出现的时候一脸的惊讶 见妻子笑容看来一晚上所作也是直了 这昨晚还提的事情 难不成是对方亲自布置的吧 为了面子宁玉轩到此还不承认 突然间想起今天是他店铺开张的日子 于是端了一盘菜便机匆匆离开 画面一转 见店里没一人聂丧于只能自我安慰 聂玉轩以体察民情为由又来到妻子这里 他还示意让丫鬟到杯水 其料这个搜扣的妻子只给他半碗茶 面对爱情如命他无奈夺过喝进嘴里 好歹也是你夫君 喝个茶都不行 一口茶也是成本 随后聂丧于将各种成本一一告诉 直到提到传播税二十两有些惊讶 但是有关这个费用早在三年前已经减卫了二两 一听此话聂丧于炸了 再怎么样传播税要找那名奸商讨要 男人表示他们一直都是二十两 要是实在不相信 不远处官府刘主部就在那边 这时他也刚巧出现并且见到了县太爷夫人 从聂丧于口中得知前因后果 他示意能不能在旁边说话 但是耿直的女人愤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清楚 刘主部支支吾吾说他们收的只是二两 一听此话众人怒不可遏 这时候宁于轩带着众人赶到了码头 村民让县令主持公道 宁于轩顺手让鬼白去拿账策对一下 打开一看的确每家传播税只有二两 他让刘主部给他们一个解释 面对一群人的压力 他只好将蛟龙帮透了出来 说这些是给他们剿匪用的 宁于轩也对妻子这一做法竖了竖拇指 你看这个宁夫人是不是有点像此小姐 是吗 是吧 这句话被宁于轩听得清清楚楚 看来自己的妻子和那名季小姐有些关系 画面一转 众人来到了海方蛟龙帮 而面前的男人便是一帮之主沈连城 这新来的县令不在县衙办案来他这里做什么 宁于轩说抚押一些官银在对方手里 这时留主部眼神示意后 沈连城承认是在他这里 不过这笔费用是他用来剿匪所用 宁于轩表示他要查账 经过聂丧于算后认为这账出现问题 不光是兵器上 还有关于粮草方面是一个也对不上去 官府总共给蛟龙帮近乎六千两银子 可按照账本上计算他们只用了不到一千两 沈连城似乎有些怒了就要动手 难道海芳这么多年的规矩今天是要打破不成 此时那群小弟要与之动手 但是此人虽为莽夫 但是知道事态严重性 既然他们过来了就通知一下 因为自此以后不要再向蛟龙帮搅带一分一毫 沈连城只是咬着牙不敢反驳 男人疑惑看向自己的妻子 只因他发觉到除了相貌之外 妻子的性格与之前截然不同 在经过百姓确认宁宣更为疑惑 难道世间真有长得一模一样之人 聂丧瑜说他该忙活挣钱了 见女人离开他问鬼白调查得怎么样了 原来鬼白前几日已经派出两路人马 其一去寻找真正大夫人的下落 至于另外一路已经正在打探季小姐的身世 聂玉轩吩咐鬼白定要查清楚此人到底是谁 聂丧瑜此时换上装扮准备进入到这水燕居这一地方 进入后就发现一名美帝不能再美的女人跳舞 接着一名男人自称是欢颜堂的 这手中心颜至精灵有想要这里姑娘试用 原来水燕居的老板一直与男人做护肤交易 男人一边说一边分给在座支援 他还自称这里添加了蛇油在里面 经验丰富的聂丧瑜一眼识的并非是蛇油 一听此话水燕居的老板问他能不能拿出证据 聂丧瑜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推销自己产品 倒不如做一些简单实验让人幸福才对 他让老板先来鸡肉还有一碗清水就好 不然 小二 那鸡腿和清水来 好了 不多久鸡腿和一碗清水已经到了 聂丧瑜解释如果是动物油液或是矿油 要是滴在水中会自己浮在水面 说完将肌肉放进清水里 这有果真自己浮到水面 要是按照男人说的这里面掺有蛇油 那也会跟面前一般无二 男人这才发觉没了回头路 聂丧瑜倒入碗里却没有一丝油脂 之前在男人买过护肤品众人想要说法 无奈之下他表示之前买的假衣裴三 男人落荒而逃后老板表示感谢聂丧瑜 这时跳舞的女人从中而过被老板叫了过去 此女是海芳最美姑娘外加投牌水娘子 水娘子准备离开不料聂丧瑜堵住她的去路 今天来就是带了一些她店里的产品想让她试试 水娘子闻了闻感觉还不错 不过我不知道该称你为公子还是姑娘呢 那我就说实话了 我其实跟你一样也是个美女 见对方倒是豪爽 她让聂丧瑜先到听水阁先等下自己 而她换好衣服后便会过去 与此同时水艳居其中一间房间内 这两名男人是准备打劫的 不过不是打劫这里 而是打劫一个名为归海号的船舶 原来蛟龙帮传出话让一些弟兄到水艳居集合商议此事 不知情的聂丧瑜此时还在找听水阁的房间 打开房门就遇见二人 长发男人问对方找谁 聂丧瑜自知自己来错了房间便要转身离开 长发男人再次问对方听见什么没有 聂丧瑜表示他什么都没听见 说完关上房门就要去找水娘子 不管他听没听到啊 以防万一我都得当他听到了 可惜了 随后二人出门开始寻找 奈何鬼白在此等候问他们这是怎么了 其中瘦子就要动手 可鬼白的速度太快瘦子还是被扔出去十米之远 此时一群人纷纷落荒而逃 长发男人要与之动手 刚刚吃的东西差些被这家伙全部给打了出来 这时他从身上掏出一物射向鬼白 鬼白下意识躲开 可水娘子打开了房门 鬼白见状一个闪现家狂暴这才化去危机 他看向这个男人 酷酷的发型 眼神中带有一丝冷漠之色 接着长发男人又射出一记飞镖 鬼白硬生生接下来 男人趁乱逃离了此处 他准备拔掉奈何水娘子被拦住 这镖乃是飞海镖 是需要专门器具方可拔出 不多久拔掉后水娘子为其上药 但是见鬼白表情似乎有些不对 掀开纱布一看原来镖上有毒 不知过去多久他又清醒 见女人鬼白有些脸红 说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水娘子解释对方受伤躺进她的怀里 并且还为她擦拭了身子 姑娘想让我做什么 我会负责到你 从水姑娘口中得知 这飞镖是海扣专用的毒镖 件事情越发不对 她准备连夜过去告诉侯爷 宁玉轩接过飞海镖 再想到龟海号和蛟龙帮 她来着沈连城准备打劫龟海号的节奏 画面一转 蛟龙帮开始出手 对着船上开始厮杀 宁玉轩早已等候多时 几夕时间众人死得死抓得抓 见到其中一名老熟人 她有些不解 原来是上次在赌方的老板里面 于是她示意让鬼白将沈连城给抓来 男人向着成婚四年的妻子表白 最近一段时间的相处 她知道这个女人并非是聂桑鱼 而她真正的名字是叫季曼 这时屋内吃惊将东西打翻在地 宁玉轩经过最近的深思熟虑 她很确信季曼才是自己喜欢的 见屋内没人回应她准备打开房门 可谁知聂桑鱼不在丫鬟听得清清楚楚 这真是让她干了的尬 这时聂桑鱼来到了这里 宁玉轩健壮已然没心思表白 说自己只是过来看看情况 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 她想说刚刚表白丫鬟算不算 接着求助的目光看向鬼白 有关感情问题她撒腿就跑 这房间里只有他们二人 要是夫君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其实她一直盼望这个男人向她表白 我 我其实上次都已经猜到了 在福利的时候 我没有话跟你说 你有 你有 我没有 见宁玉轩刚刚脸红难不成是因为害羞 聂桑鱼就等着对方能憋多久 画面一转 牵连雪与聂青云得知聂桑鱼在海房开店也来到这里 可谁知二房温婉竟然也来了 姐姐回来了 温婉上去就去和聂桑鱼套近乎 作为小妹都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温婉说她已经替青云开了一间房间 并且还在她心上人陶思维的隔壁 聂青云已然将她姐姐事情抛之脑后 温婉来到府衙已经将她姐姐的床单洗了 等明天她会重新买新的再给换上 作为大夫人的聂桑鱼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随后宁玉轩刚刚下班见温婉有些惊讶 温婉解释她在京城一直放心不下所以便来了 见丈夫要走温婉提起自己刚刚来到这里 她希望夫君能不能陪她逛逛街 宁玉轩准备用公务繁忙拒绝 温婉提起大夫人的床单就了 她只是想让侯爷陪她去买些新的布料 一听聂桑鱼她不再说话 温婉认为夫君这是答应了 谢谢侯爷 第二天聂桑鱼逛街遇见宁玉轩和温婉在一起 虽然她是为了聂桑鱼 但是门外的女人并不知道 这挺好的心情一下子给整不太舒服 随后鬼白将布料端到她这里 说是大夫人不仅不要心布料 还整整一天也没吃饭 按照她多年经验夫人这是吃错了 气得宁玉轩只好亲自布置浪漫的晚餐 聂桑鱼依旧冷着脸来到这里 并且还看见桌上的一碗东西 只是她没看懂究竟是何物 鬼白说是他们家侯爷亲自为夫人做的 看在男人用心的份上她准备尝尝 可吃了一口她愣住了 原来这坨面被夹了半两个盐 怎么样 说实话吗 说实话 有点咸 原来宁玉轩一直怕火 此时她头顶锅盖身披麻袋 接着像打台球似的向着造理家伙 正在还在研究期间 鬼白说夫人要过来了 所以宁玉轩急忙就将锅里这团面糊端了上来 虽然面相不太好 只要是这个男人为了自己做她很高兴 于是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递给宁玉轩尝后 她是吃了一口不想吃第二口 实在不行重新做一份得了 别抢我的面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 挺好吃 与此同时 温婉也知道侯爷亲自为聂桑鱼煮面一事 至此她搞不懂自己输在哪里 这不由得想起当年的事情 宁玉轩剿匪期间遇见了温婉 只见这个女人当时蜷缩成了一团 宁玉轩为她披上毛毯 原来当初她与父亲欧气独自出去游玩 齐料途中遇见土匪将她带到这里 结果自己被这群男人轻薄了 但是这群男人也得到相应的惩罚 属于我的 必定是我 任何人 都休想抢走的 画面一转 聂桑鱼邀请客户到了水燕居 这时丈夫为妻庆贺 妻子举办行销会 看来定会大卖 齐料阿郎也带来礼物 这不是宁的 巧啊 巧啊 真巧啊 进入到水燕居 就发现一名月师看到自己后身体在发抖 突然间女人跪在地上不断磕头求饶 在场之人将目光看向那里 而这名为怜香的丫鬟 曾经是受过聂桑鱼残酷暴行的 这便是温婉计划 让海芳都知道聂桑鱼是残暴 并且毫无理性的女人 她还想好心扶起 这时水姑娘问聂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之前她与水姑娘提及过自己被主家卖了 无庸置疑面前的聂桑鱼便是她的主子 有一次聂香送茶水给侯爷 夫人得知此事将她打得遍体鳞伤 并且还要每日戴着面纱出入侯府 其目的就是害怕聂香勾引自家的相公 聂桑鱼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还想扶起聂香好好讲清楚一些 得知女人狠辣水姑娘将其推开 宁玉轩知道身边的女人并非是之前的妻子 她还想解释下原委 这聂香身上伤疤真的是触目惊心 聂桑鱼捂住嘴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曾经做的 那天她去帮夫人取画纸 在路上只是碰见了侯爷 夫人得知此事又打了她一顿 打完夫人还是不解气 于是将自己拴在马车后面拖了两条肩 直到好心人就下自己放能留下一命 但是这身上的伤疤却永远在其身上 可谁料他们的夫人得知自己无事 竟又将她卖给青楼过了三年生不如死的日子 前段时间来到海芳遇到水姑娘 莲香本以为终于安定 可不曾想夫人还是不愿放过自己 聂玉轩知道曾经的聂桑鱼不知所踪 但是众人在场她不方便解释面前女人名为记满 她准备带莲香治疗再然后回医说明情况 奈何莲香极为的激动 既然夫人不让自己生存下去 那她当场了却余生也算认了 幸好鬼白及时拦住这才化解了危机 紧接着一群在店里买过东西之人开始指责 殊不知二楼一人正在边上看笑话 宁玉轩遇要带她离开 但是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她是不会离开 聂桑鱼解释自己生了一场病 关于曾经的事情是一丝也记不得 随后她郑重向着莲香道了歉 聂桑鱼说究竟怎样才能让莲香原谅 没想到恨意的她让夫人下跪 而这句话正是二房温婉的杰作 之前莲香入京海芳时候刚巧被温婉撞见 既然二夫人能帮助她报复大夫人 至于接下一切都听温婉的 而她真正的目的就是让聂桑鱼在哪都抬不起头 这边聂桑鱼欲要下跪 但是被宁玉轩及时拦住 如果这一跪真能化解莲香的恨 那么就由她来跪 我来跪 侯爷 我俩本是夫妻 你应由我来承担 说完她就要向着莲香下跪 宁玉轩一把将棋给抱住 这温婉的心又不太舒服了 聂桑鱼解释夫君不可下跪 如果这件事情传到京都 那宁玉轩以后在那群人跟前如何抬紧头 接着莲香求助的目光看向温婉 她无奈摇了摇头 一切计划都是想让聂桑鱼出丑 至于夫君自然不能这么做 聂桑鱼再次准备跪下祈求原谅 莲香大喊她原谅 但是这群客户并不买账 没想到京城第一毒妇来到了他们海坊 聂桑鱼遭遇打击沉沉睡了去 将聂桑鱼安置休息后 牵连雪发觉这件事有些不对劲 其实三年前 莲香临走前侯府是给了一百两 但是刚刚莲香说的事被聂桑鱼给卖了 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 吴庸志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事后她越发觉得不应该为聂桑鱼隐瞒 要是刚刚当众解释女人名为季曼 或许是另外一回事了 突然间丫鬟大喊夫人的店铺被人砸了 而夫人得知消息已经向店里跑去 看着聂桑鱼伤心模样她更为难过 聂桑鱼怎么就这么恶毒呢 我到底干了多少坏事 宁玉轩不能再有所隐瞒了 她将聂桑鱼与季曼事情说了出来 只是他们长相一样 但是性格截然不同 听闻此话她很是高兴 看来之前她并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 宁玉轩解释也是最近发现 既然对方很早知道此事 那为什么白天那么多人诬陷自己时候 她不站出来 这也导致自己的店被人砸了 她无话可说 的确当时想的较多所以没能出面 痛苦的聂桑鱼不想看到面前的男人 宁玉轩还想过去安慰 你走 你走 画面一转 谭王听闻宁玉轩在海方过得还挺好 这时林建兴知道他的主子在生气的边缘 接着他跪在地上眼神充满杀鸡 原来林建兴已经安排一名杀手潜入到莲香的房间 趁其不被这名丫鬟领了喝饭 第二天鬼白将莲香的死讯告诉宁玉轩 并且在现场发现夫人随身玉佩 宁玉轩赶到现场的确发现聂桑鱼的玉佩 但是仅凭一块玉佩是不是不足以定罪 不足以吗 原来海方王老板携带众人给宁玉轩施压 无奈他只好吩咐鬼白将聂桑鱼先押入大牢 处理完事情的来到牢中探望 但是聂桑鱼见到对方明显不想搭理 他带了一些吃喝以及被褥 难道自己还要常住在这监牢内 宁玉轩还想喂下 奈何现在一见到对方他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见聂桑鱼发火他只好起身出去 这时他又叫住了自己 既然莲香的死或许是因为自己 他希望一定尽早查出真凶 还自己一个公道 并且给莲香一个交代 我保证 次日王老板收到上面指令 于是派遣海方一顶一的高手进入牢房内 目的便是让聂桑鱼签字画鸭 这样的话大理斯受理 宁玉轩也只能接受现实 画面一转 这两名高手乔装成官差将聂桑鱼捆绑 说是只要在上面签字画鸭就好了 见任罪书聂桑鱼让男人将宁玉轩给叫过来 男人谎称大人正在办案 所以让他们过来让夫人把字给签了 聂桑鱼貌似看出一丝端倪 男人也被磨了没有脾气 随后从火炭中拿出烙铁 他给夫人最后一次机会 这认罪书到底签还是不签 聂桑鱼狠狠吐了一口 男人也不懂得莲香西域准备动手 原来宁玉轩及时赶到 这还是海芳一顶一的高手 鬼白就跟聂小鸡尸的将其制服 随后他就一直盯着聂桑鱼不愿离开 惊魂未定的他又再次赶对方走 反正宁玉轩想好了 实在不行自己就在门口守着 但是聂桑鱼并不认为今天他救下自己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算是过去了 宁玉轩诚恳道歉 其实我 不知道我还能做事 所以我就想陪着你 随后宁玉轩说圣上已经得知此事 并且还要将聂桑鱼押解 进京接受大理寺审问 所以那群人趁着魏出海芳 先让聂桑鱼罪名做事 至此他这才明白宁玉轩的用心良苦 唯有在牢房内才算安全多了一些 第二天水姑娘将聂桑被杀 当天情况如数告知 虽然证据都指向聂桑鱼 但是有一点却对不上 原来水姑娘鼻子极为灵敏 要是聂桑鱼进房杀害聂桑的话 房间内必然有一丝胭脂香味 可他当时只闻到船夫身上的海芯味 宁玉轩立即想到蛟龙帮 当夜他将聂桑鱼带到衙门后院 并且嘱咐妻子不论听见什么都不要出来 宁玉轩猜测蛟龙帮又要动手了 画面一转 沈连成的确带着一众兄弟直奔衙门 越狱刺杀哥女连香 今夜又夜闯我陷牙 妄图刺杀本官 接着一群手下再次将他们围住 沈连成多次吃扁直奔宁玉轩而去 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听闻到动静的聂桑鱼担心夫君安全 不管情况他先过去探探情况 直觉告诉自己会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而正如妻子所想这般 男人此时身陷险境 并且身上已然中了毒 只见沈连成已自身撞向宁玉轩 他就像炮弹似的飞出十米之远 聂桑鱼赶到的时候 又再次见到丈夫被扔到石像上面 宁玉轩 宁玉轩 你怎么样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这时沈连成已经提起十米大刀就要落下 见妻子威胁宁玉轩只想的是挡下 突然间阿郎及时赶到将沈连成一刀割喉 但是宁玉轩背后也被斩了一刀 望向男人口中鲜血 聂桑鱼此时还是不敢相信宁玉轩竟会如此 画面一转宁玉轩已然清醒 他嘱咐鬼白去厨房多做一些吃的送给夫人 这时鬼白说侯爷醒后 他们家夫人便会寻找他真正的家 一听此话宁玉轩一脸的失望 最近几日聂桑鱼为了照顾这个男人忙前忙后 见宁玉轩清醒他问哪里不舒服 宁玉轩说不知怎么回事 这浑身上下总感觉麻麻的 一听此话聂桑鱼有些焦急寻找 但是他说的位置就在心脏这个位置 聂桑鱼害羞表示已无大碍 他不久后便去去归海号寻找家人 难道最近的相处对方真的舍得离开 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还不应该回家吗 而且 而且我也不是聂桑鱼 不是你夫人 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聂桑鱼啊 这算是宁玉轩表示喜欢自己吗 聂桑鱼还是决定去归海号去寻找家人 不多久他带着丫鬟到了这归海号 只见一艘数百米的大船停靠在江边 这刚入船上就被一群下人围绕到了一起 并且一名女子上去抱住了他 聂桑鱼差些给整得有些不会了 这位姑娘 你是哪一位啊 我是桑润啊 桑润 接着桑润解释他与小姐是从小玩到大的 丫鬟出言说他家小姐落水后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聂桑鱼只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他家的小姐 桑润很是确定 只因别的不说奇异相貌 这其而不同寻常的香味是他不会记错的 接着桑润将聂桑鱼带到曾经的闺房 打开衣柜每一件衣服都是千金难买 对于前迷的他此刻两眼都在发光 还没从吃惊中缓过神 桑润示意让他们小姐先喝口水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桑润倒是没感觉有什么 只不过是用整块白玉雕刻成的罢了 聂桑鱼小心翼翼便要放在盘内 桑润说不用担心 就算是砸坏了他们库房还有几百个 一句话那便是根本用不完 这没什么 除了这些 还有好多小姐平常一时兴起买了 转头又忘了的小玩意儿 金的银的白玉的琉璃的 还有遍布各地的宅子铺子田庄麻长 记得吗 这时聂桑鱼想起他那个有钱的爹去哪了 桑润解释他们家老爷得知小姐出去了 于是亲自去京城寻找了 当夜宁玉轩带领侍卫来这归海号 欣喜的他见状急忙调整态度 问他来做什么 鬼白解释归海号长久失修 从今晚开始他们衙门会休闪一下 至于船上的人需要下船安置 不等他反应的机会宁玉轩扭头就跑 最后三女竟然在店里睡着了 桑润一腿将毛毯全部带了过去 这时宁玉轩从外面出现 见到二女没了毛毯 他先是用毛发放在桑润鼻子动了动 趁着对方打喷嚏的时候将毛毯拿出 接着再盖在三女身上后悄悄离开 殊不知聂桑鱼并没睡 看着远去的背影他不由地露出甜蜜一笑 宁玉轩想起那晚的事情 他甚至怀疑这个元朗会不会就是他要抓的阿朗 鬼白有些不解 只因元朗和他们差不多时间到达海方 听闻沈连城死后元朗竟然参选帮主的位置 不论如何此人一定要探探虚实才行 而元朗的确成为蛟龙帮的帮主 在这里小编没太多描述 总之蛟龙帮里面有他们之前茶帮的老男 所以阿朗这才成为一帮之主 这件事情也算告一段落 今天便是海方一年一度的花灯节 二房温婉换一身烟花服 在考虑丈夫会不会为他点灯 丫鬟认为夫人长得美丽不说 就光这一身打扮侯爷见到也定会心动 温婉却不这么认为 接着她来到丈夫这边 听说花灯节是男人向女子传达爱意的时候 温婉希望侯爷能陪他一起放个花灯 男人买树鲜花准备向着新英女孩表白 不料这一幕均被丈夫看见 女人见状有些惊恶的表情 难道这个朋友喜欢自己 阿郎立即强颜欢笑解释他只是开个玩笑 这时聂丧鱼发现了眼前的丈夫 并且问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总不能说一路跟随 宁玉轩解释自己正在寻接 既然这妖巧了不如他们三人一起转转 阿郎认为他们不太顺路 因为他准备带聂丧鱼去点花灯 一听此话宁玉轩定要跟随左右 随着敲锣打鼓声响众人不由地围绕到了一起 原来在古人的时候便有套圈这一说法 十块钱三个圈套中就给 听闻此话二人表示想试一试 这时丫鬟急忙找到夫人 说他们家的店铺走水了 聂丧鱼与二人便往回赶 不多久三人赶到的时候 铺子引起熊熊烈火 宁玉轩见到大火不由地想起小时候 当初父亲为了救下自己也是与火脱不了干系 但是现实中妻子的铺子他已然不顾 这时见妻子差些窒息 宁玉轩应将对方拉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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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玉轩不顾去救火 聂丧鱼此时一脸的感动 因为他知道丈夫自小对火就有阴影 身边的水姑娘也在救援当中 这时鬼白让他冷静一下 他当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保护水姑娘的安全 一句让他别动后鬼白也冲了进去 二女就这样看着三个男人救火 或许只是简单一句话却深深刻入到心里 殊不知门外丫鬟发生冷笑 原来就在刚刚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温婉就在河的对面看着这一切 他只希望能和他的侯爷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都有聂丧鱼 我这是希望能跟侯爷一起点上那一盏花灯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谈香 去把事办了 不多久一对情侣新发型锡纸烫便出现了 原来宁玉轩救火期间不慎昏倒了 他起身第一件事情在想救火 聂丧鱼说火事已经被他们扑灭了 宁玉轩认为这场火来的有些蹊跷 刚当丫鬟检查铺子周围情况 说是在仓库旁发现一盏烧焦的花灯 在别人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罢 但是他感觉是有人故意为之 以当前情况来看只能等此人露出马脚了 接着他诚恳谢谢聂丧鱼 自从对方来到他的身边后 他已然发现自己改变了很多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会去救火 聂丧鱼阴阳怪气说可千万别被大夫人听见 要不然对方肯定会过来胖揍宁玉轩一顿 没想到宁玉轩给出一个重磅消息 说真正的聂丧鱼其实已经死了 原来鬼白奉他的命令去调查大夫人下落 他沿着悬崖下面找寻近乎一个月 最终在一家农户得到消息 鬼白已经查看坟里情况 的确女师穿与大夫人衣服相扶 并且也在身上找到一枚又悬月为正 其实他与聂丧鱼实属是一段孽缘 四年前对方一眼相中自己 原来他认为和聂丧鱼成婚没有感情 但是同在屋檐下至少能落个相近如宾 想没到最后竟是这般下场 画面一转 二人趁着时间为国继续来到池塘旁边 这次宁玉轩郑重向着季曼再次到了前 并且保证以后不再隐瞒自己任何事情 随着花灯向着不远处飘去 季曼与宁玉轩的感情逐渐开始升温 自那场大火后 店铺迟迟不曾有一位客人出现 丫鬟已经转达那群老客户 但是众人声称自己忙为由躲避 看来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望着聂丧鱼开的铺子没一人光顾 温婉认为他这是扳回了一局 以目前来看比他想象中要好得多 就凭他还想成为海芳女生呢 不用多说自然又是温婉的杰作 虽然他说不动那群大小姐 但是只要提及上次怜香的事情 那些大小姐身边的丫鬟都认为 用聂丧鱼东西为耻辱 听到吓人丫鬟为耻的东西 那他们自然不会再用 而温婉的目标并不仅于此 他要让整个海芳的人一听聂丧鱼吼 每个人咬着牙才算赢 画面一转 宁玉轩带着妻子来到街边喝茶 聂丧鱼闻了闻有些惊奇这是什么 店家解释是叫角古兰 并且还被号称南方人参 唯一的优点就是比人参便宜很多 这有钱人和人参 那些没钱的老百姓 只能选功能相似的角古兰 一句话聂丧鱼发现了商机 男人听闻伙计在耳边传来的消息后 突然间脸色大便让人赶紧关门 而这群平民百姓纷纷都被赶了出去 老板 怎么带这回排队呢就不卖了 就是啊 大家都知道海芳的药价都涨价了 我这卖的便宜是为了照顾穷人 但是现在行会知道了 行会要查 要查我的店呢 于是药材铺不顾百姓决定关上了门 这时一名母亲跪在门前请求老板 只因孩子病重其他店铺他买不起 聂丧鱼见状准备将身上的银子都给可怜的母亲 女人收下银子后很是感激 接着带着女儿去上别家购买药材 丫鬟担心他们的材料该去哪里找 对于聂丧鱼看来材料和生命根本无法相比 既然海茂商会敢用货运南调当作借口 那他也有应对之法 原来聂丧鱼用归海号到其他地方运往海坊 这也导致价格比这群药材老板低了很多 于是众人齐齐跪在县衙请求为他们做主 王景瑶认为县令夫人破坏规矩 导致各家商户都受到不小的波及 既然他妻子能从他处能进到低价高质量的药材 那他也相信王老板定也能够做到 难道县令大人这是要偏袒夫人了 这身为县令是要因私废公不成 何为公何为私 为民是公为己是私 这群药材老板以及王景瑶都无法回答 接着王景瑶找上蛟龙帮新上任的元朗 他将聂丧鱼绕过海帽商会 再由低价卖给穷人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 元朗看向上面船只信息 已然知道是他妹妹的店铺 王景瑶将问题抛给元朗说怎么办 既然最近海盗猖獗 那聂丧鱼的三艘船自然会被海盗劫走也说不好 王景瑶心为一笑等待元朗的好消息 第二天丧任带来一个不好消息 说他们的三艘船上的货都被海盗给抢了 聂丧鱼本身想寻找丈夫的帮助 奈何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深知自己能等 但是海芳的那些病人等不起 聂丧鱼安排丫鬟继续找侯爷 而他只能去找蛟龙帮的元大哥帮忙了 另一边元朗的确将聂丧鱼的货给抢了 但是他分处小弟特意安排一出过几天还给他小妹 突然间聂丧鱼门外高喊自己后 元朗也被吓得不轻 聂丧鱼说他的货被海盗给劫走了 今天过来是希望通过蛟龙帮一起找找他的货 元朗有些推托 毕竟海芳这么大不容易找到 但是聂丧鱼欣喜百姓就要拉着元朗离开 这时小弟想起今天有几艘货船有些诡异 一般情况会到他们那边卸货 可是这几艘船直接跑进了山里 说不好聂丧鱼的货就在山里也说不好 就这样元朗带着他直奔大山而去 不多久二人来到大山什么都没看见 聂丧鱼还想到其他地方再去看看他 元朗灵机一动说他有些口渴了 实在不行先到前面的村子喝口水 就这样他们来到村子内部 按装扮来看他有些不理解 元朗认为这群人应该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宁 聂丧鱼见身边一个孩童后 他从身上掏出糖果送给对方 结果糖果的男孩并没有吃下 而是向着村子里面而去 这时不远处的孩子纷纷过来问他要糖果 聂丧鱼分了几个便没有了 他疑惑那群孩子拿到糖后怎么不吃 元朗认为应该是拿去换钱了 画面一转 聂与萱此时为妻子丢货在各家仓库寻找 鬼白打开一批货后找到他们家夫人丢的药材 接着丫鬟还是找到了他们家的侯爷 说夫人和元朗去找货物去了 聂与萱一听顿感不妙 怎么这家伙每次都和他夫人单独在一块 二人驾车直奔山里而去 幸好在途中遇见到了聂丧鱼 看向面前的元朗后 说那些货已经被他找到了 随后质问元朗他夫人的那批货是不是对方弄的 阿郎怎么可能会承认 接着便转身离开 聂与萱此时有些责怪起自己的妻子 这以后绝对不允许他与其他男人在一起 聂丧鱼知道对方这是吃醋了问他为什么 既然元朗能当成蛟龙帮的一帮之主 那此人来头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但是聂丧鱼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并且还带着聂与萱一同回到了村子里 原来他为这群可怜的平民送一些吃的和穿的 这时候村里一名老太太怒指二人让他们离开 在众人不解中他解释二人是个大骗子 妇人支走老太太后有些抱歉 只赢时间久了脑子不太好用 他们很感激大善人为他们送的这些吃喝 于是众人纷纷表示感激之色 看着面前的聂丧鱼 宁宇轩发觉这个女人就好比光一样照耀她的心灵 村民为了招待善人将她当月吃的都拿了出来 这时妇人准备再放一些野菜 奈何桌子还坏了一只 聂丧鱼不解明明桌子已经坏了 怎么也没人来修 她有些好奇村里的男人都去了哪里 妇人解释男人都出海工作去了 所以家务活只能靠他们这群女人维持着 大娘 现在有个县城的男人你用不用 我干什么 接着宁玉轩拿着木锤开始修缮 突然间这手还不经意砸到了手指 聂丧鱼一脸关切查看伤口 看向对方一头都是汗症准备擦擦 但是妇人认为找老公就不能找好看的 这脸不能当饭吃 倒还不如找个踏实能干活的就挺好 宁玉轩顿时有些不乐意准备用事实去证明 聂丧鱼夺过木锤帮帮几下这桌子便修好了 这小公子鞋得可真快 一看就是个干活的能手 对了小公子 我家那鸡棚也破了 要不你帮我去修一下 宁玉轩示意让他妻子帮忙解释一下 但是妻子会错了一说没问题 并且还让大婶去告诉其他人 不管谁家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去找这个男人 宁玉轩此时欲哭无泪 就这样他被大婶硬生生拖到了鸡棚跟前就是桥 再然后这家需要抗东西 那家的椅子坏了 看得聂丧鱼一脸的高兴之色 夜晚一村子围绕在篝火旁跳舞 这是妇人准备拉着聂丧鱼一起的 看着妻子高兴的跳舞宁玉轩一脸的失眠 原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这么简单 突然间一只手伸向自己 原来是妻子邀请她过去 但是宁玉轩此时有些感触 只因她自小就害怕火 她虽然不清楚宁玉轩为何怕火 但是她现在要陪这个男人一起面对 经过聂丧鱼的不断的加油 宁玉轩还是愿意与这个女人一事 他们共同围绕在篝火旁在歌在舞 或许是聂丧鱼在不断的改变自己 不多久二人来到了这河水旁 聂丧鱼提出他们玩个游戏 宁玉轩顿时也来的兴趣 她所说的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谁输了要么说真心话要么喝酒 第一局宁玉轩赢了便问对方有没有喜欢的人 女人自然也不怂表示她有 第二局宁玉轩赢了也问同样这个问题 宁玉轩表示她也有喜欢的人 最后一局宁玉轩赢问对方喜欢的人是谁 宁玉轩先是观望周围情况 趁着没人他一嘴就亲上了宁玉轩 并且毫不避讳说喜欢的人就是自己 难不成这个男人是向着自己表白不成 宁玉轩表示是的 这下聂丧鱼开始主动起来 等这家伙表白太不容易了 多少也奖赏对方一下 这一吻整整到了第二天他们准备离开的日子 二人准备打招呼就要离开的 突然发现人群中那名老太太怪异的眼神 再然后一边盯着他们一边回去了 于是他们一路跟随老太太到了他的家里 这老太太有些不解为什么跟着自己 在宁玉轩看来是老太太希望他们过来一趟 并且看得出刚刚在人群中就有话要与他们说 看到老太太的表情后 宁玉轩猜测和村子的男人有关系 身边的聂丧鱼也有些不理解 之前的妇人告诉他们丈夫出海四年没有阴性 老太太大骂这群妇人都是糊涂虫 竟然连丈夫死了都不清楚 二人不由的一惊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名为阿根 村里仅剩她的儿子担心自己所以没去出海 有一天儿子干完活却迟迟没回家里 不出几日他儿子托人烧性来说去出海了 母亲担心儿子四处在外面打听情况 这也刚巧遇见一个男人挂着一样东西很是惊讶 原来那个狼牙挂件是他丈夫送给阿根的礼物 之后回家老太太仔细琢磨一拳 但凡每逢王大善人在村口失周的时候 村里的男人接二连三都去出海 这也刚和他的儿子出海的时间也对得上 于是他将这一消息告诉村人 村里的妇女都认为他这是老糊涂 看他们二人衣装打扮就是非富即贵 今日他想求他们能不能去找县太爷报下官 刘阿婆听闻面前就是县太爷满眼的激动 宁玉轩心疼将这名老人扶起 聂丧瑜再次表示他们一定会管到底了 这不光给阿婆一个交代 也会给整个村子一个交代 妻子看向丈夫即将出海 这强烈的第六感总发觉今天定会发生事情 最后他还是选择悄悄上了这艘船 进入到船舱聂丧鱼先发现地面上有猛火油的味道 接着打开房间的箱子后更为吃惊 这为何船上会有这么多猛火油在此 同一时间船的外面来的群不速之客 听闻到动静的宁玉轩便与其中一人打在一起 但是他并非是男人的对手 此时已经被对方拿箭对到了脖子处 这边聂丧鱼听闻到动静后便找了一处躲藏 原来这群人是来盗取官营的 最后一人还故意将门上了锁 聂丧鱼本想打开房门奈何已然行不通 慌乱中他看到墙上挂的斧子 原来是王景瑶命人将官营搬到这里 任玉轩也识破面前的面具男 不是元朗还能是谁 这是王景瑶说出他们的计划 只要宁玉轩赶出海方 那他自然就不可能活着从这艘船上下去 说完王景瑶事宜让元朗动手 元朗也不犹豫于要挥剑 任玉轩质问对方 难道对方真要带着蛟龙帮的兄弟替这种恶人做事 亦或者夺了官营元朗跑的了吗 王景瑶给元朗一个安心丸说他自有安排 随后示意将人给带出来 而这群人都是王景瑶从村庄里新招的死士 只要元朗将这群村民杀了 在换上海扣的衣服后 蛟龙帮已然没了后顾之忧 接着元朗恶狠狠准备挥剑 但是这件从宁玉轩面前擦过对准的王景瑶 那群村民纷纷也将王景瑶手下制服 他不明白元朗为什么要出卖自己 虽然他不是什么大英雄 但是要拿村民的性命为蛟龙帮殿后 对不起他做不到那群兄弟们也不会答应 吓得他表示那些穗银全部送给元朗 他只求对方饶太一命 事已至此这个男人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问题 宁玉轩掀开箱子后里面均是石头 而真正的穗银已经提前一天出海了 其实出海前宁玉轩找上元朗 上次刘村庄的一群妇孺元朗应该看到了 那对方可知男丁都去了哪里 元朗只是听闻出海挣钱去了 宁玉轩说那些人被王景瑶拿来充当人头了 原来海方每年上交碎营都无辜失踪 这朝廷一查就说是海寇所为 事关无辜百姓他希望元朗好好想想该怎么做 虽然元朗不喜欢宁玉轩 但是关系无辜百姓他还是这么做了 突然间王景瑶向发疯似的准备同归于尽 接着他掏出火折子的时候被宁玉拦住 他大喊箱子里面有蒙火药 王景瑶顺势将聂丧鱼推入到了海里 聂玉轩见状不过安慰也跳了下去 随着火折子空中鬼白一记飞镖直中对方的脖子 而火折子却被元朗抓住这才化解危机 而聂丧鱼此时已经坠入到了海里 他的脑子里均是与聂玉轩相识相爱的画面 至于聂丧鱼和季曼为何相似的话 这件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季曼当初孤身一人进宫去找他的义中人 他发觉衣服好像有些脏了 于是跑进一处衣服店购买衣服 这身衣服不仅珍贵并且很是稀罕 老板娘表示全京都也就两件 季曼准备也将剩下那件也给买了 但是剩下的这件已经被墨玉侯的大夫人给定了 一听自己的心上人今日成婚后 季曼这心里不是滋味 接着他跑到侯府门口发现二房温婉进了大门 季曼越想越气便在酒楼开始自营 最终他认为宁玉轩不论过得怎么样 他都应该勇气表白一下 随后走在侯府门外时候 一位和他长一模一样的女人逃出侯府 带着一货季曼还是跟着这个女人一探究竟 于是这里便是小编第一集讲道 聂桑鱼被逼到悬崖跟前 最后也在众人面前直听挺坠了下去 他刚入河里的时候 季曼在岸边已经发现 接着他也跳入河里去 救那个跟他长一样的女人 直到季曼看清面前的聂桑鱼 他更为惊讶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人 而季曼的一中人不是别人 正是四年前宁玉轩在海坊 为百姓谋取福利的时候 他的一眼便将对方一直挂在心里 宁玉轩此时开始忏悔是他错了 这也刚巧对方低头之际 季曼已经醒了 听到自己的一中人开始表白 索性闭眼继续听一会 快点醒过来 侯爷 您看夫人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是不是有什么内伤啊 快叫大夫来 是 宁玉轩不断呼喊自己的妻子 季曼也被气得自己醒了 接着温婉温柔准备拿一些吃的 让他姐姐服用 宁玉轩一脸严肃让温婉撤走 毕竟这人刚刚从河里捞出来 还很虚弱 怎么可能吃一些荤食 季曼说他突然间想吃他老公做的面了 宁玉轩表示他马上就过去做 但是面转到温婉这边又变得严肃 毕竟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了 温婉也回去早些歇着吧 他面对笑容对着季曼打了打招呼 但是转身离去的时候 脸色变得极为阴冷 小编不懂宁玉轩砸面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这是独门秘方 桑润不解侯爷怎么来到这 从宁玉轩口中得知他们家小姐醒了 她是一脸的高兴之色 但是再仔细一想 难道是小姐想吃对方做的面 看来这回小姐的脑子 给摔得更加严重了 这明明桑润对他们家小姐这么好 可到自己这边为什么这么大的敌意 桑润说他替小姐感到暴躯 这明明都有了心上人了 现在和对方不清不楚的着实不太好 宁玉轩有些吃醋 询问那个心上人的情况 我们家小姐说了 她的心上人高大帅气 玉树凌风 皮肤白皙 大大的眼睛 颇高的鼻梁 桑润快要说不下去了 怎么和这个男人有些相像 宁玉轩也是这么想的 奈何桑润却说不是对方 他也被气得无话可说 送完面条后他有些落幕 想到刚刚桑润那番话 他的脑子很乱 画面一转 圣上得来宁玉轩递来的奏折 里面提及海芳的王锦瑶落马后 如今那边已经逐渐被他们掌控 他希望陛下能够在那边建设一船伯斯 这也算是为国之大海貌 听闻圣上很是欣慰 最后宁玉轩官复原职不说 并且还兼任海芳传伯斯相关事宜 正在公共退出去的时候 圣上担忧谈王暗中下手 所以亲自再下一道口谕 只要是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宁玉轩就放心大胆去做 不管捅多大的篓子 他会一一接下 与此同时 谈王也得到圣上那边的消息 想不到自己的钱袋子 求谈王息怒 既然闲着已经撕破了脸皮 那他会亲自下场较量一番 另一边 季曼病刚刚好又开始不安分了 他带着桑任偷偷潜入到归海号 桑任有些不懂他们为什么大半夜回家 自从季曼恢复记忆后 一直担心之前的箱子 并且那家伙每天带人来修缮他的船只 要是被看到箱子里的东西 那真的是无地自容了 接着在闺房找到心心念念的箱子 仔细一想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 突然间他想到或许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错 季曼将箱子带到了府衙 这时丫鬟大喊侯爷向着这边来了 季曼被吓得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直到宁玉轩进屋太医屁股坐了下去 宁玉轩也看出端倪便让其他人先出去 看着妻子穿成这般有些不懂 季曼张嘴就来 说突然感觉一身黑还挺好看的 宁玉轩知道这下面有东西 于是准备带妻子去院子溜达 季曼说他腿抽筋不想动 一听腿翻他也要抱着出去 这家伙不给自己反应的时间连忙拒绝 还想装下到什么时候 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左思右想他只好解释是自己的私人物品 丈夫发觉自己的语气有些重了 在他认为这箱子里是妻子欣赏人的东西 他请求对方能不能换成自己的 里面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他真的是无奈至极 要是这箱子里的东西被宁玉轩看见 自己真的是没脸再去见人了 这时鬼白说桑胜和二房夫人身边丫鬟打了起来 听闻此事的温婉表示他会好好教训丫鬟 随后眼神传递给了檀香 檀香身领体会故意推开聂桑鱼将箱子打开 原来箱子内视宁玉轩一些画像 夫人最信我已久 竟然将这么陈旧之物 贴心收藏 我没有 敢天动地啊 关于刚刚谈香之举 宁玉轩再次警告 要是丫鬟再有下次就不会训斥这么简单了 温婉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待众人离开后 他为刚刚生气而表示道歉 但是不得不说夫人选男人的眼光叫一个顶呱呱 我不应该说你选男人的眼光不行 你选男人的眼光 特别棒 季曼思索许久 还是将自己恢复记忆事情说了出来 一听此话宁玉轩很是高兴 随后季曼将半年前来京都寻他 再然后在悬崖前遇见聂桑鱼 自己打捞上来的时候已经住在侯府悉数告知 在宁玉轩认为季曼还是千里寻自己才对 既然对方知道所有事情 难道就没什么和自己想说的 这家伙一脸无辜表示没有 气得他要将这个男人给拖出去报答 这时宁玉轩收拾一下曾经的照片 季曼还以为这是要表白的节奏 我 我还想再听一遍 结果毋庸置疑 宁玉轩被他踹出了房门 第二天 一群家丁见到自己后开始议论 原来昨天乡内有他夫君画像众人都已经知道了 聂桑鱼气得一直跺脚 下班回家宁玉轩一直找妻子没能找到 这两名丫鬟也不知道夫人去了哪里 原来他一人偷偷躲在树下 这白天的事情可真让他羞死人了 面对这种无赖他准备回房间的 这时宁玉轩一把拦住对方 他知道季曼这次尊严受损 那他准备为对方找回尊严 原来他想告诉府中所有人是自己先喜欢上夫人的 不给季曼反应的机会 宁玉轩一纯吻上了妻子 面对丈夫哄他开心 季曼心里很是高兴 打完Kiss季曼准备休息 奈何这两名丫鬟因为枕头高低就要动手 他提出高低都放在上面不就好了 同时还嘱咐桑任不要叫他小姐 以后统一叫他夫人就好 但是桑任认为他们小姐只是误入侯府 并且也并没有和宁玉轩成婚 季曼愣住了 桑任说的没错 在别人认为他是宁玉轩的妻子 可他目前顶的是聂桑鱼的名字 这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夜 两名丫鬟准备带夫人过去和侯爷吃早饭的 季曼一听顿时神色慌张起来 并且准备到外面吃的 可谁知宁玉轩也来到他的前面叫自己夫人 当下唯一想的就是对方不是在叫自己 随后一个六烟跑了 这让宁玉轩一脸的猛不知道什么情况 村子内发生诡异的一幕 只见村民纷纷聚在一起痛哭流涕 这时一人见到他们的恩人后 其余村民也是满脸的激动 要是没有宁大人 那他们的夫君一辈子都背着海寇的罪名 此时二人焦急的神色让众人掀起来 自己身为这海方的先例 为百姓伸张正义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一村子的男人都已经不在了 剩下孤儿寡母的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 对此宁玉轩沉默 他会安排官府每月都会为大家补给粮食 听闻此话那群妇孺再次拜了拜 而面前的小男孩也是这个村子唯一的男丁 涅桑鱼红着眼安慰小宝 他希望对方快快长大 长大后定要好好保护身边的这些亲人 虽然年纪尚小 但是小宝懂事点了点头 看着面前的季曼 他真不知道算不算了解对方 在季曼不解中 宁玉轩开始分析一下 首先爱钱爱吃跑不了 第二就是对方的脾气 他有些摸不清 虽然季曼缺点很多 但是最让自己不敢想的是 对方为了救他豁去性命 不知不觉中面前的女人 已经成为他心中很重要的人了 其实最近这几天 季曼的确有些不想见到对方 因为到现在为止 他不知道自己是涅桑鱼还是季曼了 而他对未来这所身份有些迷茫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回季曼呢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以季曼的身份 跟你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 这时宁玉轩抓住季曼的双手 他让对方相信自己一次 至于不久后 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而季曼之所以不愿离开 其实还是相信宁玉轩定会做到 画面一转 面前的男人是千连雪的弟弟千炳岩 见此人模样就只是个游手好闲之徒 现在因为手中没钱 便也来到海方投奔他几 这时车外一人求见 原来是二房温婉的丫鬟谭香求见 见识一名丫鬟千炳岩略有不悦 谭香解释千小姐忙于工作 而他们家主子特意吩咐自己 如果千少爷有任何需求 谭香定会尽力而为 既然对方这么说了 这二十组有些小激动 百依百顺 真的 谭香一定会伺候好千大少爷的 接着谭香首先准备带千少爷玩骰子 千炳岩其余不爱指爱赌 但是此人没一会儿便输了很多 气得他准备离开的 这时谭香认为说不定玩几把就能捞回来 千炳岩自知银子已经输得太多 已是无力偿还 突然赌方老板示意自己结下账 心虚的他询问价格 不听不知道 但是从老板口中输掉一千两 千炳岩解释自己没带这么多 很快便被众人扣在桌子上 被吓得他连连求饶表示他节有 不多久 千连雪得知弟弟又输钱了 并且还输了这么多表示不敢置信 当赶到赌场的时候 千炳岩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 对于弟弟不懂事 作为姐姐首先道个歉 不过一千两的确是不小的数目 他提出一个月内凑齐 这时老板一脚踩在弟弟脸上 听见弟弟哀叫声 他改口表示十天就好 可下一秒男人直接勒紧千炳岩 只见弟弟眼珠泛白近乎窒息 千连雪跪下大喊三天还清 如果三天内看不到银子 这位少爷的命他就收下了 当夜千连雪来到铺子里准备拿钱救他弟弟 对于偷盗仪式他不断向着寄慢道歉 可谁知身后二房温婉突然出现 他本身担心学小姐晚上未归 怎料发现不该见到的一幕 千连雪解释自己拿点钱送给聂桑鱼的 温婉表示他可以帮忙 眼见事情无法控制千连雪再次道歉 只赢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输了很多的银子 他没有办法这才出此下策 温婉思索良久表示他可以解决 但是有一个小忙希望妹妹答应 第二天宁玉轩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了寄慢 这一幕刚巧被温婉看见 自己有礼物了 那二房温婉怎么办 其实宁玉轩与温婉并没有婚书和聘礼 只是单纯走个仪式把 至于为什么取她的原因 宁玉轩解释只为对方有个容身之所仅此而已 气得温婉眼珠子一个打一个小 回到房中她愤怒将杯子打翻在地 接着就要准备今晚去见千连雪 当夜他们如约见了面 温婉提出白天帮忙的事情 据听说黑是有一种神奇的药 这药一旦服用后就会让人浑身抽搐 一听关系到性命问题千连雪表示她做不到 但是温婉拿出她弟弟作为要挟 关系弟弟千连雪不得不重新回到位子上 你听好了 我能用一千两买下你弟弟的命 也能轻而易举地毁了他的命 至此千连雪这才知道是温婉将她弟弟带进赌坊 事到如今温婉倒也承认 难道就没想过她弟弟为何突然来到海坊 自始至终都是温婉刻意安排的 当下只有两条路可以供千连雪选择 其一就是去赌坊给她弟弟收尸 至于这第二拿着钱去救她弟弟 千连雪只好答应温婉害人的要求 接着她从身上掏出一包药 说是明天就想听到好消息 大夫人 一声大夫人温婉脸色立即变了样 而聂丧鱼众人也纷纷出现 千连雪也将手中的毒药示意 让众人看清楚 这时温婉调整状态 问她姐姐怎么还没休息 这时温婉见到丈夫一脸的无辜 没想到姐姐和薛小姐竟然污蔑自己 聂丧鱼发觉出有一丝的不同 她还想拦住千连雪告状奈何为时已晚 温婉解释这包药是她辛苦求来的灵芝粉 所以根本就没有千连雪说的毒药 宁玉轩还想用大夫查验 不过却被聂丧鱼制止 可能是她错怪自己的妹妹了 见妻子太赌宁玉轩也并不打算追究 原来温婉提前去了趟赌方 千连雪的弟弟已经被一名姓秦的男人接走了 她自知一切计划都被千连雪告诉了聂丧鱼 突然间她想到一个方法 那便是刚刚所发生的这场闹局 不管与否夫君只能是她一人的 另一边聂丧鱼搞不懂那包药为何没了毒 宁玉轩猜测会不会是就千丙岩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其实弟弟被抓的第二碗聂丧鱼就遇见千连雪 见对方情绪不好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她的三寸之舌千连雪还是开了口 得知前因后果聂丧鱼支持先救弟弟 感动至于千连雪将温婉事情说了出来 不管温婉要做什么千连雪先应付答应 而她会在暗中调查对方 其实聂丧鱼不知的是 上次仓库失火有可能与温婉有关系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她会查清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 千丙岩已经知道千丙岩的位置 但是她提出自己会解决好 随后进入到房间准备与这个不成器的弟弟玩几把 一开始千丙岩把把都赢 兴奋过度的她提出玩把大的 那便是一决定输赢 或许一切都在秦一贤料想这般 千丙岩的点子最小 而自己三个七抱子通杀 千丙岩祈求对方能不能再借点给她 下一秒 千丙岩抓向一把头子扔在桌上 只见背面都是一盏露在她的眼前 不止如此 她还讲千丙岩仔细观察外面情况 那些庄家想让谁赢谁便赢 赌博好比像一个深渊深不见底 看向因为赌博丧失理性 同时也会因为金钱大打出手 这一切都是不想她想要的 秦一钱提出安排对方去黄州做工挣钱 并且要保证不许见姐姐一面 或许在这里千丙岩这才明白什么叫十读九书 到此她也愿意当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正常人 见弟弟要走千连学有些不舍 其实千丙岩都是被家里人给惯坏了 现在将弟弟带去工作 其目的就是改过自新 说一说完二人有些尴尬 秦一贤突然间抓住千连学的双手 其实这个男人一直喜欢面前的雪儿 听得千连学晚晚一笑 原来他一直对秦一贤有好感 但是平时他们在一块斗嘴较多 千连学也不敢表达自己的内心 今天见秦一贤教育弟弟的画面 这个男人更加让他爱慕不已 雪儿 你愿意 和我在一起吗 丈夫那冷漠的眼神望向自己的妻子 说是今天从外面带来一件礼物 温婉似乎发觉有一丝的不同 随着瓶子出现 她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听闻大夫人做的面霜效果不错 于是拿来想让二房用用 温婉花风一转说自己也有 可丈夫强硬的态度让她必须用 温婉自知这瓶面霜里面含有剧毒 所以这才不敢用 原来涅桑于心炎制的面霜总感觉不对 于是让大夫过来查验 她一眼时的此物名为千姬散 如果涂抹正常皮肤倒没多大问题 但是皮肤受伤在进行涂抹的话 轻则浑身抽搐 半身不随 重则无法医治当场隐命 看向里面的药宁玉轩只能想起一人 不是温婉还能是谁 温婉此时装傻不知道夫君在说什么 下一秒她身边的丫鬟已经带了上来 见其莫要温婉声称自己是冤枉的 难道是大夫人在丈夫这边说了什么 她愿意当场对质一表清白 在宁玉轩看来二房依旧狡辩不愿承认 温婉更加慌乱不已 自从夫君将她取入府里 她一直刻尽职守并且努力做好自己 虽然侯爷和大夫人感情较深 但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她的头上 温婉想起当年的事情 她为了侯爷甚至连清白都可以不要 那涅桑于真的能做到吗 要提起当年受辱的事情 真相如何只有温婉知道 原来当年温婉的父亲突然找上自己 说她的女儿独自游玩不知所踪 寻到温婉的时候对方自称施了针 宁玉轩不忍便将她取入侯府 可真相真的就这么简单不成 此刻温婉匍匐在地上 只因她一心爱着夫君 奈何自己的夫君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却一心陪伴大夫人 她也是女人自然也需要合伙 要说相貌聂桑于根本比不过自己 既然事情已经确认 今天她自当安排谭香和温婉去大理寺寿里 可温婉突然从栏中拿出一把剪刀对准自己 要是丈夫不相信自己 那她只好以死明治 可宁玉轩只是冷冷看向这个女人 在她认为温婉依旧还在演戏 没错这个女人的确不敢自已 结果她还是因为阴谋毁掉自己 聂桑于听闻这前因后果感到有一些可怕 温婉恨聂桑于的同时 这终归到底还是因为自己 原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两年前 温婉的父亲找上自己说她女儿离家出走 宁玉轩满山寻找最终在一间屋子内发现 温婉颤颤微微表示被山匪毁了清白 同时她从身边拿出匕首准备了却此生 幸好被自己及时拦住 如今她要被带到官府调查 那他们一家子还能不能抬起头来 说完不断向着宁玉轩祈求不要告诉别人 但是温婉话锋一转 说是以后嫁人也会被夫君那边发现 到时候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就这样宁玉轩为了温婉的清白这才娶了对方 一开始她感觉这个女人还不错 直到上次私自找嬷嬷打捏丧鱼鞭子 她逐渐发觉温婉有些心机 至于上次店铺失火她在意怀疑了温婉 经过调查后她都略感到意外 不光是放火这件事情 甚至是连茅草屋受辱一事也是她刻意安排 原来躺在地上并非是山匪 而是地地道道的侨夫 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那这种爱太过于可怕 不过如今证据确凿 他们自会受到惩罚 放心吧 以后不会有再算解 另一边 水姑娘决定从水宴去脱离 今晚的告别宴她只邀请了一中人鬼来 随后在舞池中央跳起了舞 这是水姑娘的愿望 那便是一无只为心上人 好感 好感 我从前就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拥有一个自己的院子 然后在院子里 只给自己喜欢的人跳舞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以后都跳给你看 姑娘不必辛苦 妻子看向夫君处于痛苦之中 她本想过去安慰一番 奈何男人不愿面对自己的娘子 聂丧鱼看出对方不想说话 于是准备起身悄悄离开 正在搞不清状况下 宁玉轩一把将她放到床上 聂丧鱼已然猜到对方又做了噩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才不愿与别人同床 宁玉轩解释自己这个毛病自小就有 原来父亲当年死的时候 而自己就在现场 当初他才年仅五岁拖着父亲的尸体 周围的伙食蔓延却没一人 自此以后宁玉轩便没睡一个安稳觉 只因父亲惨死与茶帮大当家脱不了干系 仇恨也在心底蔓延开来 得知前因后果聂丧鱼不断安慰她的夫君 这辈子她会一直陪着面前的男人 如果宁玉轩继续做噩梦的话 那她会告诉公公她的夫君已经长大了 并且也不再是一个人 自己会无微不至地照顾 第二天宁玉轩悄悄来到婚服设计馆买喜服 原来她想给聂丧鱼一个名分 看各种款式摆放面前她是哪哪都喜欢 为了给她夫人一个惊喜 于是示意让鬼白的对象先给约出来事事大小 接着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向着水姑娘解释 见这个榆木疙瘩水姑娘便开始招待客人 在转身人已经不见踪影 原来鬼白已经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提到明天到婚纱馆一趟 并且只能她一眼前来 见得水姑娘略感到意外 当她如约来到店里却不见鬼白的踪影 这时宁玉轩来到她的跟前 接着解释其中原委 听完后她先是一愣 原来鬼白叫自己过来是这件事情 不过水姑娘还是愿意帮忙 不多久一身礼服出现在宁玉轩跟前 见得她一眼就要了这套 紧接着鬼白也赶到了这里 二人不曾说话为剩下空气中带着尴尬 带对方走后宁玉轩看得出水姑娘一脸失落感 她真不知道鬼白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她认为自己是一名死士 每天过着舔刀的日子 而水姑娘恰恰相反需要一个真正的家 所以鬼白一直不敢正面做出任何感情 但宁玉轩与鬼白自小相识 她希望对方也该有自己所属的幸福 另一边 聂丧鱼本想来找宁玉轩的 但是房间内空无一人 突然间她发现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打开一看竟然还是喜福 仔细一看还有男子的婚服 聂丧鱼这才知道宁玉轩这是给她一个惊喜 原本愤怒的表情瞬间变得爱不释手 突然间门外有宁玉轩的声响 聂丧鱼急忙将婚服放回原处 当看清妻子在房间 她先是探望婚服的情况 聂丧鱼跟随目光想看的时候却被对方拦住 看来等下这个男人就会对自己表白 这不自觉欣喜期待当中 可这个家伙说她早上吃什么了 中午忙了什么事就是不提她和自己的事情 聂丧鱼质问对方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宁玉轩思索许久说她并没有 气得她扭头就走 第二天 宁玉轩脱鬼白送来一屋 她打开一看里面竟是自己爱吃的糕点 不经意间发现里面有张纸条 反正我是没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聂丧鱼却明白了 原来这家伙憋不住还是向自己表白了 咱们就丑丑鬼白这种表情 宁玉轩的确想在今晚与之表白 这边聂丧鱼已经准备出门去找对方 可谁知父亲就在不远处等候自己 龟海一刀提出先到其他地方说些话 画面一转 她的父亲从京城回来也不知女儿处境 要是被宁玉轩发现难免会起了疑心 聂丧鱼解释这件事情都已经和她夫君说清楚了 龟海一刀似乎有话却不能说 但是这么久不见她有一事想问父亲 这件事自然便是和她长一模一样的聂丧鱼 龟海一刀表示女儿只有她一人 她总感觉哪里不对 明明所有人都说她和聂丧鱼长得非常相似 但是父亲还是不愿过多提及 随后不顾聂丧鱼如何强硬带到龟海号上面 这一整晚不见她夫人 宁玉轩独自跑到龟海号寻找 二人一见面就先来爱的抱抱 随后正在切入正题的时候 突然间父亲出现在门外看着 谁啊 爹 伯父好 爹 龟海一刀认为对方直奔闺女房间似乎有些不太好 对此宁玉轩诚恳对着未来岳父拜了拜 再然后解释其中原委 毕竟季曼和她的夫人互换了身份 自己没能及时与伯父解释她表示抱歉 但是作为父亲认为对方的妻子是聂丧鱼 可她的女儿总不能一直顶替大人的妻子 宁玉轩自知 接下来不能老用聂丧鱼身份生活 原本就打算带些聘礼前来求婚 既然把话说到这了 她有两个要求品性上需女婿做到 其一诚实自然不用多说 至于第二点奈劳大人还差了一些 毕竟宁玉轩身为海方的县令 就是知不知道码头的工人每天工作情况 以及收入有没有不公的现象 宁玉轩受教说她会调查清楚 奈何龟海一刀一口咬定求亲 一事她不同意 并且表示记慢不能住在府衙 而需要住在龟海号上面 正在二人焦急的目光中 龟海一刀说她已经想到办法 一种可以让她女儿名正言顺的出府 但是龟海一刀已经下了逐颗令 随后记慢提起当年事情 说是无论自己喜欢上谁父亲都会支持 为何今天父亲会是这般状态 龟海一刀有苦难言 不论是谁她都会欣然接受 唯有宁玉轩绝对不行 记慢还想刨根问底 奈何她还是不愿说出事情真相 画面一转 为了所谓奈劳宁玉轩换成普通衣服来到码头做工 这一幕又被二人不远处发现 记慢时不时说对方诚恳有作为 龟海一刀启蒙不知小伙的确不错 宁玉轩 我也知道你是个不错的孩子 可你们注定不合适 当夜记慢准备出去探望宁玉轩 于是示意让丧刃躲在她的被子里 当赶到码头的时候对方还在 剑手上被磨得通红厚 聂丧于一脸的心疼之色 她至此都不懂龟海一刀为什么不同意 不只是她就连自己摸不清头脑 既然老头不让他们见面 倒不如先让鬼白和丫鬟提前沟通 然后再进行秘密约会 这件事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转眼间便已经天亮 聂丧于支开丧刃让她回屋休息 可这巧不巧又被老爷发现 她认为丧刃这是在害了他们家的小姐 丧刃一脸焦急表示并没有 这闺女一夜不回家定是去见宁玉轩了 万一两人出了事情谁能承担 那女儿清白一事又该如何 丧刃愿意都听老爷安排 而龟海一刀让对方有动静 随时向她汇报 第二天 宁玉轩经过和丫鬟沟通 再次来到船上 这俩人一见面就先来个爱的抱抱 抱抱后又得需要爱的摸摸打 接着纪曼询问男人想不想自己 有点晕 快走快走快走 慢点慢点 这一桌子的菜都是男人爱吃的 而龟海一刀已经从丧刃口中得知情况 然后一把将房门给推开 见两人依旧在此喝酒后 他就静静看着不曾说话 直到纪曼看到自己的父亲 这一嘴的可乐瞬间喷涌 龟海一刀依旧冷笑 爹你怎么又来了 宁玉轩他 纪曼开始他的表演 说这个男人能闻能舞 接着背地里掐宁玉轩需要硬核 其实自己一个能打十个 这个男人一生未明光明磊落 就是自己的眼睛里绝不允许有沙子 眼见对方不为所动 宁玉轩说他定会一生守护 纪曼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这老头依旧这副表情 他憋了许久后还是决定离开 自己有千万话对方不说话 你说气不气人 最后宁玉轩一句塞有那拉便离开了 这人一走老头似乎有点想笑 他为了能与心爱人在一起 女人不得不打起他爹的主意 如果自己假装得病 那他父亲得知女儿是殷勤也会索然答应 殊不知这些话都被丫鬟学给了父亲听去 聂丧鱼看父亲向着这边而来 这演技逐渐开始攀升 但是父亲先是将被子里的水壶拿了出去 要是女儿真的想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不过尚需真受些苦让他瞧瞧 既然龟海一刀都这么说了 季曼准备连夜买船逃离 不出所料 桑仁也将这件事告诉了老爷 龟海一刀冷冷一笑 那他就连一毛钱都不给闺女留下 眼看这群家丁将自己值钱东西拿走后 季曼不由地开始嘀咕 为什么每次想的东西他爹都能识破 这时他也发现桑仁表情不对 季曼并没有当面拆穿 而是侧耳旁风询问桑仁的意见 桑仁又启蒙不顾小姐的感受 只是老爷吩咐他也没了办法 第二天 听闻父亲要与老朋友聚会 季曼准备收拾一下去见宁宣的 可谁知父亲提出让自己也过去一趟 季曼自然不愿过去 于是从中解释自己有些不适 很不幸龟海一刀知道对方的心思 至少为离开海坊之前 季曼必须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画面一转 一桌显然无味的饭局也便开始了 小编先讲述一下阿郎与龟海一刀相识的 原来龟海一刀曾经是茶帮的三当家 所以这层身份小编就不必过多解释 其中一人认为元朗与季曼年纪相仿 倒真的是门当户对 一听此话季曼扭头出去了 正在他与下人争执时候 下一秒宁玉轩咳嗽让他引起注意 没想到宁玉轩能够追到这里 正在二人打情骂俏的时候 这一幕又被阿郎与龟海一刀看见 眼看小妹越陷越深 他想将真相告诉季曼 但是龟海一刀认为上一辈的恩怨 是不是真的要带到下一辈人身上 这丫鬟和宁玉轩的感情或许都是命数 但是这件事必须他说的算 而楼下二人还准备打个case 这是一位算命先生来到这里 见宁玉轩后男人一脸嫌弃模样 季曼不由事宜让对方继续 根据面前的男人面相来看是天煞孤星 这一生中不仅客父客母 甚至就连妻妾也不得善终 季曼自然想解这其中问题 但是算命先生认为宁玉轩只能一心工作 至于感情方面绝不可踏入半分 气得季曼上去给男人喝了一口茶 可宁玉轩的确因为此事有些迷茫 实在不行他们先生迷煮成熟犯 这样的话他爹应该不会再反对了 一开始季曼听闻此话很是反感 但是从内心内叫一个高兴 想不到男人还是向着自己求婚了 当回到家里龟海一刀一脸的严肃 他提出季曼去收拾一下明天离开这里 季曼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讨厌宁玉轩 龟海一刀苦口婆心说都是为了闺女好 其实白天那个算命先生也是父亲特意找去的 其目的就是想在宁玉轩身上撒盐 愤怒中龟海一刀示意让丫鬟去收拾行李 爹 我不走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一天也别想跟宁玉轩在一起 为了能与心上人在一起 他不得不停而走险 季曼准备用这包懵汗药将他跌迷晕 再然后通过这个时间他与宁玉轩成婚了 那他爹在想阻拦也晚了 桑任有些迟疑 但是为了小姐幸福他愿意是 当打开房门后 季曼发现屋内早已安置完成 周围花朵以及大喜让他都有些痴迷 这时宁玉轩发现季曼状态不对 怎么了 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我就是有点 有点 我有点紧张 有点 害怕 别紧张 以后有我在 没什么事能让你害怕的 看向面前的发饰季曼很是欣喜 突然间他想起女孩子出嫁前是不能提前见夫君的 于是他端着喜福向着外面而去 同时也叮嘱宁玉轩在这里等着他 不多久妆容以及衣服都已经换上 这唯一的遗憾便是他的父亲的祝福 宁玉轩 嫁给你 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希望未来的我们 能够简单幸福 这时阿郎破门而入 而他今夜过来是阻止这场闹剧 接着鬼白告诉宁玉轩说夫人已经不见了 根据下人的描述 夫人应该是自行离开的 于是宁玉轩跑到了归海号询问情况 丧任解释小姐已经去找自己了 为了能与宁玉轩成婚 还特意吩咐自己迷晕他们老爷 就这样他找了整整一夜 家里找遍了不说 就连店里和朋友那边都问过了 对此宁玉轩焦急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间他好像想起一处地方没找 原来他猜测继曼很有可能到了元朗这里 正在二人准备交锋之时 不远处继曼丫鬟也赶到了这里 说是夫人让他带几句话给侯爷 如果说在父亲和夫君选一人的话 那他只能选择他的父亲 听闻此话宁玉轩不由得一笑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继曼要与自己分道扬镳是真 画面一转 看着女儿得知事情真相 龟海一刀满脸都是心疼之色 继曼终于明白父亲为何迟迟不同意 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宁玉轩父亲是死敌 龟海一刀准备带着女儿远离海坊 另一边宁玉轩掀开盖头 见到惺惺念念的继曼 对此他很是高兴有他一人足矣 只不过这些都是宁玉轩做梦罢了 得知继曼无情地抛弃 宁玉轩已经躺在屋里整整三天不曾进食 而继曼何尝不适 每天一想到宁玉轩他都会泪如雨下 这时阿郎过来本想安慰妹妹 继曼却有一件事不解 在阿郎疑惑中继曼问他是不是放不下仇恨 原本阿郎的确想与宁家斗到底 甚至生死到宵他也无所畏惧 但是他遇到了继曼 阿郎只希望和三叔和妹妹好好生活 至于那些仇恨他愿意放下 继曼最近交接一下店铺事宁 不久后他会离开海坊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事情不如人愿 丧刃大喊面霜的材料被泡了水不能用 继曼通过书籍寻找到相关药草可以代替 当下时间紧任务重 他提出现在就准备上山采药 可当下外面的天气好像有一场大雨 可继曼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件事情鬼白从水姑娘那里得知情况 于是将继曼上山采药事情告诉了侯爷 天空突然打了雷 宁玉轩发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继曼这边的确不小心摔了一跤 并且这小腿受了伤 宁玉轩这时也发现了继曼 他一脸关切问对方伤得怎么样了 看到这个男人他不知如何面对 原来阿郎准备直接带走继曼的 但是关系自己成婚他必须说个清楚 原来阿郎的确是他的哥哥 小时候那群叔叔伯伯告诉自己 作为哥哥一定要保护好妹妹 原来继曼是茶帮的后代 并且他的父亲是茶帮的帮主蔡文正 继曼似乎不愿相信 可当年宁玉轩的父亲的确死于茶帮帮主手里 后来帮主被宁家追杀 便将自己双胞胎女儿送给三档家 也就是龟海一道 那会因为一人无法照顾两名孩子 所以聂桑鱼被送到了聂将军那边 看来和自己猜得差不多 聂桑鱼的确是他的亲姐姐 那面前的阿郎到底又是谁 其实阿郎是茶帮二当家的儿子 这继曼以及聂桑鱼身上的玉佩也是他送的 忽然间他将玉佩扔在桌上 不论如何他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 不管妹妹信与不信 继曼是不是想想宁玉轩 为什么一心清扫茶帮于聂 若是得知妹妹是他的杀父仇人又该如何 继曼真的很无助 他蜷缩成一团表达命运的不公 为什么这么奇葩事情会在他的身上 或许这便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继曼此时更多的是无助 曾经他听闻新郎告诉了自己 说他的父亲被茶帮蔡文正所杀 当年男人仅仅才五岁 他就一路拖着父亲的尸首回了家 而这些仇恨一直在心里抹出不尽 现在再次见到面前的男人 他准备逃避这个现实 你要扶我到什么时候 如果我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打错多我一辈子 当初是你不个耳边 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继曼不愿说出真相 只是让这个男人忘了自己 宁玉轩又岂能一句话就真的可以忘记 在对方不断质疑中 继曼还是将所知的事情说了出来 得知杀父之仇竟是继曼的父亲 他瘫软在了地上 第二天 宁玉轩独自一人在院里哭泣 他的脑海里想的都是这个女人的身影 曾经的怕火 直到继曼为他破除恐惧 宁玉轩 就让这一幕幕的记忆成为我们的珍藏了 画面一转 林建兴已经前往海芳的途中 这一次他不会再输给宁玉轩夫妇 这时男人听闻他们二人好像有些不和 林建兴准备到了海芳先见见他的老姑人 就这样二人如约聚到了一起 此次来着海芳是受了圣上嘱托 其一先见见宁玉轩 至于这其二需要拜见他的夫人 他疑惑询问尊夫人怎么没能过来 宁玉轩解释聂丧于在筹备皇商大会事情 接着林建兴准备到府衙拜访一下 他本想拒绝对方的好意 奈何林建兴却不给宁玉轩一丝的机会 最后拿出圣上来压着自己 饭后众人来到了府衙门外 宁玉轩有些心虚不敢带进去 只因他们早已分开住所 突然间 季曼一脸笑容感到 在宁玉轩一脸惊讶中 季曼还故意晚上这个男人表示亲力模样 林建兴想抓把柄却落了空 见二人走进府衙 他吩咐手下盯好聂丧于 其实季曼的确是过来打个圆场 并且也是鬼白前来高兴 既然信已经演完了那他准备离开 或许是宁玉轩不愿季曼离去 他认为林建兴眼线可能还在外面 倒不如晚些再离开也不迟 到了傍晚 他环顾四周却没那个男人的身影 季曼只留下两行青泪便离开了 其实宁玉轩就在柱子后面 不是他不愿相送 而是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杀父之仇 这季曼连夜到了龟海号事情 均被侍卫发现 那就是半岛对方最好的机会 第二天 皇商大会正式开始 一群商家纷纷等候多时 却不见让其准备 其中一名大臣提醒 但是林建兴却说有一位贵客还没到 在众人疑惑中一顶轿子向着他们而来 女人秀外会中面脸戴面纱 林建兴眼看主角已到便开始解释 面前的这位便是贵客如月郡主 当女人摘掉面纱后 温婉的模样展露在众人眼前 季曼以及宁玉轩惊讶起了身 这便是林建兴想见的一幕 陶思哲提醒林建兴 这名温婉可是朝廷重犯 如今怎么在对方口中成了如月郡主 林建兴自然有法子应对 说如月郡主正是唐王的外甥女 或许只是样貌有些相似罢了 随后话锋一转示意让宁玉轩开始 传播司排便展露 那就意味已经开始 如月郡主冷冷看着宁玉轩不曾说话 正在众人回去筹备途中 千连雪因为弟弟事情一直恨这个女人 可如月郡主装作不认识 侍女认为这是对他们郡主不禁准备拿下 聂桑于出面解释 既然面前之人是郡主 如果要是做了一些人神共分的事情 上天也会看不下去的 我舅舅唐王自幼看着我长大 却连皇上都牵手抱过我 你有什么资格提醒我 接着如月郡主准备将众人拿下 幸好宁玉轩众人及时赶到 从林建兴口中得知原来是二品告密 如月郡主不知哪里得罪夫人 净会认为自己是歹毒之人 季曼本想怒对不过被宁玉轩拦住 男人细细打量起面前的女人 只见他惊喜认为是他夫君托人救的自己 救你 你现在还对他抱有幻想 怪不得你落得如今这个地步 温婉 你不认识我 我叫林建兴 温婉连忙败谢 不论怎样报答他都会答应 林建兴提出给对方两条路可走 第一那便是跟着他做事 他可以保证温婉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至于第二不听他的话 那他现在就可以将温婉送回大牢内 温婉已然对大牢产生了阴影 他跪在地上祈求对方相信自己 既然自己的命都是大人救下 不论是曾经的丈夫还是聂丧鱼 他的仇恨是必须让二人付出惨的代价 见温婉的模样 就知这个女人已经在发疯的边缘 接着他换好衣裳来到谭王这里 而温婉便是林建兴要参与进来的一步棋 这次他们准备将温婉变成如月郡主 只要再夺得皇商头筹 海芳的商会还是在王爷手里 谭王问他有什么本领能够担任他的侄女 温婉说自己精通情奇书画 谭王不为所动 接着温婉说他从小从商之道而如木人 谭王依旧不曾言语 为了郡主身份他跪在地上 说他与宁家有血海深仇 而这句话而算让谭王看了几分 随后接过谭王给他的加封文书 或许在这一刻温婉这才有能力报复宁玉轩 至于皇商参选总共分为三部分 初选比拼的是技术 复选便是比拼制作能力 而最后比拼的是创意 只要拔得头筹便会成为海芳海茂的会长 另一边 季曼忽然发现宁玉轩竟会来到他家做客 原来最近几天一直有探子跟踪他们 宁玉轩解释幕后之人正是灵剑星 而恰好对方一直与他不合 如今季曼有二品告命的封号 如果被圣上知道他们夫妻不合 到时候他与季曼都脱不了罪名 而今天前来就是希望季曼能陪他回去演艺出席 但是上一辈的恩怨导致他们有了隔阂 季曼自然不愿回去 但是宁玉轩提出皇商大会结束后 并且保证会远离季曼 龟海一刀思索片刻还是同意 同时他盯着对方不可一直拿告命夫人身份控制女儿 要是皇商结束后 宁玉轩公布夫人死讯 那他今晚就可放季曼回县衙 宁玉轩还是答应了 二人来到繁华大街之上 他很是感谢季曼能够陪他逛街 这时季曼在不远处发现林剑星 为了演戏他故意挽上宁玉轩的胳膊 突然间话风一转说他想吃的糖葫芦 可谁知宁玉轩一口咬在上面 不知他们是故意还是怎么样 季曼还为其擦拭嘴角 而这一幕刚巧被林剑星看见 他解释自己只是随意看看 简单一番交流后他们装着亲密离开 直到看不到林剑星 他们的演戏到此结束 当夜季曼无心睡眠来到院内 同时宁玉轩也是一人发呆 他解释突然间回来睡不着了 你这次回来我也有点不太习惯了 那我明天走便好了 很明显寄慢误解他的意思 其实对方这次回家只是带个人回来 可他们的相处方式已然变化很大 接着宁玉轩指向不远出那颗闪亮的身袖 这些都是他们曾经的回忆 想要忘记曾经的一点一滴弹和容易 奈何父辈的过往以及当代他们 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就像另一颗星明叫伤素的 虽然会同时出现 但是这两颗星星永远不会相见的一天 若他是那颗伤素 哪怕知道自己不会发光 他也会拼尽力气要见一见这颗身袖 对于继慢来讲已然没了意义所在 这本身就是两道平行线 不能靠近也不能离得太远 倒不如就按照自己轨道继续运行着 宁玉轩知道这便是他与继慢的缘分就是如此 从当初二人在树下定情 现在又从树下转身背对了背 画面一转 秦义贤带来一件不好的消息 原来是温婉将欢颜给买了下来 并且也重新开张网 接着鬼白也带一消息 通过人脉查了温婉 说他在送去大理寺的路上染了恶疾 当大理寺收押不几天人就去世了 当下温婉以郡主身份回来 接着又开一间水粉铺子 显然是冲着他们而来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我都要看看 他能拿出什么比飞晚上更好的毒 而这边林建兴提前找上阿郎 为此他准备与对方作笔交易 经过调查他知道元朗一直与宁玉轩不对付 而自己与宁玉轩也不是同道中人 他希望这次外地传进港口为他留意下 这样的话宁玉轩便没了威信 在元朗质疑中林建兴掏出一打银票 这是定金 一群美女蜂拥般向着桌边而去 只一面前有他们爱美的不老秘籍 这时一人冷着脸望着对面 丫鬟高喊这是他们郡主新研制的欢颜霜 貌似这群富人好像并不打算理睬 直到他继续高喊今天只要投票给他们 那自然就能免费获得一瓶明月霜 一听有免费的东西 那群富人以及小姐纷纷向着那边而去 面对曾经的屈辱 这次温婉准备与之报复 接着第二轮需要体验一番 可根据检验他们发现 这明月霜和飞碗霜貌似有些相同 若是从二者中选出优质的面质 他们希望两家公开药方才能定夺 聂桑鱼提议双方各自写上秘方 再然后交由选拔官进行定夺 当男人仔细打量起各自的秘方后 经过对比发现明月霜多了一种名贵药材在里面 这时温婉献因勤递来他所研制的面质 经过聂桑鱼仔细闻了闻 原来对方在里面添加犀牛角的水粉 这场皇商大会最终投票交给在场中人 最后温婉的投票显然意见比聂桑鱼多得多 那也毋庸置疑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如月郡主 且慢 林大人 本官 还没有投票 随后宁玉轩这一票自然投给了妻子 之所以投给妻子是有原因的 而这一票他认为投给的是公理 或许不速之风占据高筹 但是绝不会笑到最后 画面一转 水姑娘独自一人在思索着什么 这时一人对着她拉拉扯扯的 幸好鬼白及时发现 被捏有些痛的男人让水姑娘说清她的身份 面对这个憨厚的男人 水姑娘故意解释对方是她的前卫婚妇 但是此人一心图谋她家的祖传秘方 所以她极为的反感 面对曾经卖畅和一名侍卫在一起鬼混 但是侮辱自然就有人来治 这场闹剧又被如月郡主丫鬟看见 其实水姑娘就是在思索祖传秘方的事情 最后她选择送给聂桑鱼 说不定看到这些会对严智新配方增添灵感 关系珍贵东西她本想拒绝 但是水姑娘认为这家店也是她的心血 若是真的帮得上芒岛也值得 画面一转 二人则在静静吃饭 聂桑鱼已经开始思索决赛新方子 她准备明天上山去采些药 宁玉轩也想一同前往 但是发觉他们关系不同以往 她解释害怕有人安插眼线 另一边 温婉已然从丫鬟口中得知情况 于是将这个男人单独见了面 得知因为什么配方引起的误会 温婉询问对方具体情况 男人解释她未婚妻家里 有一张祖传的金窗要配方 这让温婉想到一个主意 如果添加到面霜里面又当如何 男人扑通跪在地上 因为她明白郡主是用到自己了 第二天宁玉轩准备去陪涅桑鱼上山采药 这时侍卫告诉自己秦义贤要找她 当赶到地方后这才知道 如月郡主让她来修缮屋顶 并且已经修了整整一天了 这不是无奈的地方 主要如月郡主一直认为修的房梁歪 无奈秦义贤只好找到兄弟帮忙 接着如月赶到装修的店铺 这秦义贤找人修了一天的屋顶 可屋子还是有些歪歪斜斜的 素来宁大人正直不阿 她希望对方好好帮个忙 但是宁玉轩一句话差些 把她气得口吐鲜血 郡主 我看这欢颜堂的问题啊 出在 上梁不正 所以才导致别的房子歪斜 涅葬于正准备上山采药 这时偶然间听闻 为郡主修缮房屋 涅葬于见状心情有些失落 最后还是选择一人上山采药 又过去了一会儿 如月提出她已经在酒楼设了宴席 宁玉轩现在就想着陪涅葬于上山果断拒绝 可如月还是认为屋子还有问题 如今天色已经晚了 倒不如明天继续修缮 可如月明天却已经无法等待 并且命令这群工人继续上去做检查 一声这耳欲聋的声响 这间铺子被捅了个大窟窿 只因他们焦急听从郡主纷纷都上了去 并且一不小心将屋顶给砸漏了 愤怒中如月准备将这群村民拉出去打板子 幸好宁玉轩出面解释 他们都听到是郡主让众人全部上去 在如月看来对方就是故意的 他嘚瑟认为比赛聂丧鱼输给自己 然后宁玉轩故意砸他新开的铺子 他冷着脸表示和他妻子没有关系 今天他过来也是郡主说铺子有问题 这才帮忙的 修善一天不说郡主又认为和他妻子有联系 那宁玉轩岂能一再忍让 本侯可就不乐意了 男人已经暗恋女人整整十年之久 虽然对方早已经成了婚 但是有一些话他很早就想说了 可女人一直将男人当成兄弟一般对待 他还时不时表示自己妹妹有心与逃私者 聂丧鱼到此也不知对方喜欢自己 他还在解释自己妹妹真的很喜欢对方 这些作为姐姐已经看在了眼里 那你真的希望我们成亲吗 当然 她是我的亲妹妹 你是我的之交好友 我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幸福一辈子 这也是我的幸福 这一刻逃私者已然死心 而到此时他也应该选择放下了 他对此承诺会迎娶清云 并且这辈子会好好照顾不让受到伤害 这句话均被身后聂清云听见 他泪眼婆娑再次询问面前的男人 见二人在一起聂丧鱼选择离开 望向远去的背影 他选择与曾经的自己说声再见了 毕竟找到一个掏心的人并不多 第二天 聂丧鱼与龟海一刀不经意发现了阿郎 此时对方状态极为不好 在这里小编解释一下阿郎已经得知事情真相 当年一直传闻是茶帮帮主蔡文正杀害宁玉轩父亲 其实林建兴告诉自己 其实是阿郎的父亲暗中杀害 所以元朗到现在都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当回到县衙 纪曼又刚巧听见鬼白带来消息 说林建兴那边已经彻底退去演戏 宁玉轩也认为也没必要继续演戏了 这一幕均被纪曼听见 他会最近几日就会收拾行李离开县衙 他还想解释其中原委 可纪曼已经决定回到龟海号上面 纪小姐 当来到府衙后面就发现一群人正在忙于制作面霜 这里有的是因为曾经纪曼与自己拔出恶流 也有的是关闭赌方这些受益的百姓 宁玉轩一想到如月的手段 于是他暗中吩咐鬼白告诉了众人 得知是恩人有了困难 所以这群人纷纷愿意过来帮忙 看向远去的背影 纪曼此时感谢这个男人每次默默为他付出 这皇商大会第二关比的是生产力 原来温婉通过手段将工人都带走了 他们也搞不懂突然间有这么多人帮他捏丧羽 温婉猜测定是宁玉轩做的 既然工人没能解决掉这个大患 那只能重新找新的麻烦了 第二天 温婉的计划依旧实施着 原来药瓶子都已经被如月包下 甚至就连街边的零散城汽都没了 纪曼左思又想想到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 阿郎不忍因为他父亲做了错事 今天他跪在茶帮兄弟跟前 不论要杀要寡他都认了 虽然他们有的人气离子散 但是也是阿郎为他们找到了家 不论上辈子恩怨如何 当下他们感激元朗收留他们 众人不再因为元朗父亲而有一丝的怨言 听完闺女当前情况 龟海一刀哈哈一笑 既然海芳的瓶罐没了 但是她的船可以到别的地方可以随意掉来 一听此话众人不由的欣喜 当下水姑娘准备买些礼物送给龟海一刀 不远处鬼白静静在暗中保护 突然间她的未婚夫又一路尾随其后 鬼白自当想给这个男人一点教训 当来到一处巷内却不见对方踪迹 这时一人在二楼架起大居就是一枪 鬼白还想过去追逐 奈何眼镜不受控制式的昏在了街边 看见鬼白受如此重的伤 并且还是被人暗算的 水姑娘解释可能和她有些关系 接着将她前未婚夫的事情说了出来 愤怒中命玉萱就要亲自调查 可药物撒在鬼白伤口却没大用 突然间她想到自家祖传秘方金创药 不管情况便让丫鬟按照单子去拿药 水姑娘这才知道鬼白一直对她有益 只是碍于身份不敢想象她们能有未来 难道死士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与此同时 丫鬟按照方子让掌柜拿药 这一幕均被水姑娘的前卫婚夫听见 而这一切都是温婉的密谋 说来这次还多亏了郡主的安排 不仅让鬼白负了伤 替在下出了这口恶气 也让我更加容易得到了这张药方 她偷偷望向暗恋已久的女人 可如今男人却和对方的妹妹定了亲事 接着从身上掏出一枚家传的发差地给了女子 继慢此事还未知高兴 奈何陶思哲心情百感交集 当发差带到聂青云头上 她询问面前的男人是不是认真的 聂青云熬了一夜绣了一块手帕 陶思哲不知该接还是不接 这时继慢希望他兄弟多照顾自己妹妹 随着手帕接过手里 父亲拍手叫好 既然婚事已经定下 那是应该着手挑选日子了 饭后聂将军忽然间想到他的女儿聂桑宇 想当年自己要是狠心一些 聂桑宇也不会沦落到尸骨无存的地步 到此陶思哲这才明白 这之前的暗恋对象早已离世 随后他找上和聂桑宇一模一样的继慢 清云此时因为高兴多喝了一杯 继慢准备送到房中休息 但是陶思哲示意让丫鬟先给送进去 曾经他们同窗数载 这如今已经各自组建了家庭 聂桑宇如愿也成为了店铺的老板了 继慢只能随身附和 可对于陶思哲认为聂桑宇愿望是嫁给最爱的人 或许人都是会变的 在他看来对方的确变了很多 至少和曾经变化太大 大的甚至让人不敢相信 事后继慢找上宁玉轩 接着将陶思哲说了莫名其妙的话告诉了对方 可能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并非是聂桑宇 他怎么可能知道 具体我不清楚 但是他刚刚跟我说话的语气 他对我的态度 他看我的眼神 分明跟以前截然不同 我想他一定是知道了些什么 但是根据宁玉轩认为陶思哲是他好兄弟 应该不会做出一些不利他们的事情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时两名丫鬟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宁玉轩看向这些东西自然知道继慢这是要走了 他鼓足勇气想说出再见 奈何继慢已经转身 丫鬟不小心将他东西打翻在地 宁玉轩本想过去帮忙 奈何继慢却让他不要过去 只因这里都是他与宁玉轩的记忆 如今他们因为上一辈恩怨不能在一起 直到对方消失大门外后 宁玉轩这才泪眼婆娑 画面一转 陶思哲独自一人找上林建兴 陶将军不请自来这么急 有什么事啊 可谁知陶思哲竟将聂桑鱼的死事情告诉林建兴 如果对方不信 那大可找他身边人一事便知 而他只留下一句等着林建兴来找自己便转身离开 不多久 林建兴找上继慢的父亲龟海一刀 他以皇商大会为由问他闺女为何不来参加 龟海一刀脸色一将解释女儿自小体弱多病 所以一直在南方那边休养 二人简单一番对质似乎心里都有了 但是没能查清自然不愿闹翻 随后他来到记满这里说明情况 可能身份已经暴露了 当下不只是女儿 甚至就连宁玉轩都随时有危险 他眼神示意给桑任 桑任立即瞄懂小姐的意思 而龟海一刀准备今晚就带龟女连夜离开 与此同时 下人来报说桑任一封信 打开一看是小姐准备离开海坊 当奋力赶到码头时候船早已没了踪影 想想走了也好 至少再也没人能够威胁到对方 但是他连最后一眼都不曾看到 记满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 到此宁玉轩也不愿多想 这上辈子恩怨和他们有何关系 以后不论遇到任何危险 他会与面前的男人共同面对 这时阿郎也赶到了这里 说是有关茶帮事情 他与二人聊一聊 看向妹妹与对方和好阿郎很是高兴 最近一直有事没能告诉他们 其实他们二人根本就没有杀父之仇 在他们不解中阿郎道出真相 原来当年宁玉轩的父亲 是被他父亲残忍杀害 如果对方想报仇的话 尽管来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冲我来 他跪在男人身前请求对方杀了自己 面对杀父之仇他都有些不可置信 是你爹 杀了我爹 阿郎解释自己曾之前多次刺杀宁玉轩 其实他很早就已经知道 但是每次见阿郎带领蛟龙帮走向正途 宁玉轩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突然又告诉自己的父亲 是他父亲所杀 这岂能不让他感到愤怒 幸好被身旁的记满及时拦住 父辈之间的仇恨已经困扰了你们这么多年 现在还要延续在我们这辈人身上是吗 宁玉轩逐渐开始清醒 这件事情他自会调查清楚 所以在此之前就当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事后宁玉轩仔细将整件事情连贯一起 最大受益者便是谈亡 一想到最大的boss他不想记满受到伤害 但是他不管接下来发生如何 记满都会一直陪着眼前的男人 二人紧紧拥抱到了一起 并且表示他会尽他所能保证妻子的安全 突然间他想起一事需要征求他的意见 接着从桌上拿出昏书地道记满手心 虽然没有三叔六聘 更没有亲戚朋友在此庆贺 他诚恳问这个女人会同意吗 没有三叔六聘 没有朋友相合 但是有心性见证 会愿意 在此宁玉轩与继满相互立下山盲海誓 不管当下还是未来 他 他都会与对方携手与共 历经千辛万苦二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画面一转 温婉这边通过金窗要研制面霜出了问题 只见侍女满脸长出大大斗印 他突然想到是那个性钱调制的 对此男人认为火量以及配比应该不对 可当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皇商大会不久又要第二轮比赛 男人突然间想起有一剂猛药 只不过用的越多会产生不小的毒素 当下情况温婉索性已经不顾 他让男人尽快制作完成 与此同时 他们这边交集等待龟海一刀的绒装瓶 可等到的却是老爷的船被人给打劫了 今天便是比赛的日子 但是他们因为没瓶子却止了步 眼看香即将烧完 林建兴冷冷看向宁玉轩故意调侃 随着裁判准备定下获胜是温婉时候 这时纪曼携带众人赶到了这里 原来他们也已经按时暗量完成了任务 林建兴阴阳怪气了起来 果然二品告命来的就是够慢的 纪曼解释他们其实很早与词妖签了火 奈何有人一下子将整个地方所有的词妖买光了 其实就在纪曼无助的时候 突然间他想到一个办法 但凡之前在店里买过产品那些客户 可凭借之前的旧瓶子可兑换店里面双一份 他吩咐一群人将写的这些散发大街小巷 可等了近乎两个小时却不见一人 他正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间那群老客户纷纷拿着瓶子赶到了店里 所以这才让他们化去了危机 温婉只能冷冷看了对方便准备离去 画面一转 林建兴派人跟踪聂向远 在中途发现进入到一座寺庙内 所以他将这个东西带了过来 这上面赫然便是聂丧鱼的碑 随后谭王也赶到了海方 现在看到宁玉轩将这里打理井然有序 谭王又要准备对林建兴发飙 这时他解释这次已经准备好了 只因他已经掌握那个假的聂丧鱼的证据 如果事情让圣上知道 不知假的聂丧鱼还有宁玉轩都会死 转眼间又要到最后决赛 随着秦义贤公布冠军得奖是如月郡主这边 借过冠军奖章他本想在记脉身边炫耀 突然间他发现对方手上有伤 接着他将此事告诉了陛下 说自己研制的飞碗霜可以消肿止痛 如月故意装作感激夫人 但是季曼突然想起对方产品也有这一功效才是 怎么郡主不亲自试试 别多怪现实 是不敢用 还是产品有问题 季曼越发觉得与胜负已无关系 他猜测如月郡主的面质掺有水银粉 不管对皇室以及黎明百姓 他希望将他们各自的产品进行当场化验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聂桑鱼会郑重道歉 男人在宴会上拿出遗物 当见到是妻子的灵魏 丈夫不由得一惊 甚至就连王区的父亲也坐不住了 林建兴已经找到证据证明面前的女人是冒名顶替 如果想要查证只需搜查宁府 或许会找到更有力的证明自己不曾说谎 这时正直不恶的陶思哲出面说话 以他和聂桑鱼相识四十年 这面前的女人定然不是 既然自己的身份已经曝光 继脉也将这个该死的女人也给抖露出来 原来高高在上的如月郡主也是宁府的姨娘 听得如月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林建兴准备将继脉押入大牢 作为丈夫自然不愿 圣上接连询问这一切是否属实 宁玉轩只好承认 得知如月郡主也是她的二房后 皇帝准备将二女拉出去杖毙 这时温婉也不再伪装 她祈求林建兴救救自己 眼见温婉这个疯女人准备将事情抖露出来 她认为这是对方故意往她身上泼脏水 失魂落魄的她寻找曾经的丈夫 只要能救自己一命 她会将自己所干的事情都如数告诉众人 眼见营火即将烧到谭王 她认为这是林建兴和温婉陷害于她 温婉准备将谭王的罪名说出 奈何陶思哲已经命远将她带走 就这样温婉以仗毙结束这场游戏 这时谭王为了自己的地位 竟也要将林建兴也给抓起来 正在拖走的时候 林建兴承认的确欺骗圣上 可宁玉轩和纪曼同样也是如此 要死她也要找这两人垫背 于是将纪曼是茶帮帮主之女的身份说了出来 这让圣上更加震惊 如果陛下想要彻查此事 只需要到县衙搜查证据即可 宁玉轩是一好兄弟帮她说话 奈何陶思哲主动请您说她愿意去 而纪曼与林建兴均被暂时关押大牢 看着心爱人受苦她却帮不上忙 她不断向着纪曼说出对不起 纪曼并无责怪这个男人 只是让她好好保护自己 见纪曼被带走她还想求陛下 可圣上给了她一个眼神后 宁玉轩只好不再言语 然而陶思哲这边的确在宁府发现了证据 其一便是一张聂青云的画像 而上面是纪曼提的诗 这也是陶思哲利用聂青云让纪曼在上面写的 而另一份便是宁玉轩与纪曼的婚书 当圣上看到这些证据后已经动了幕 原本宁玉轩准备回京禀告圣上 可不料被人领先了一步 这时圣上想起宁玉轩曾向自己讨要赏赐 当看到海芳一片繁荣她很是高兴 那时宁玉轩就故意埋下一笔 说她夫人行事莽撞害怕铸成大错 所以宁玉轩就问圣上讨要过 当初皇帝并无多想便答应了 突然间想去当年查邦仪式其实是另有隐情 转眼间又过去了三天 谭王动身准备回京 奈何这时阿郎却已经等候多时 原来阿郎已经知道当年的真相 是谭王有一挑剥离剑导致宁玉轩父亲和他大国惨死 谭王本打算不予理睬 奈何这时阿郎掏出当年谭王写给他父亲的密函 既然事情只有阿郎知道 他准备命下人准备将对方彻底抹除 也就在这时宁玉轩携带京卫军赶到 这场局自然就是他们两人故意为之 圣上得知牵扯到谭王 最后还是从身上掏出一枚令牌 这个案子就由你全权负责 谭王身份特殊 如有不存 可就地正好 探向二人谭王只好跟车回到海坊 待谭王认罪后 他自当在圣上那边还茶帮一个清白 虽然他们曾经是敌人 但是经过逐渐调查已然清楚 到此阿郎与宁玉轩不计前嫌 画面一转 谭王见陛下后一脸诚恳 说自己被宁玉轩冤枉 这时他从身上掏出谭王当年写的密函 紧张的谭王说他从来没有写过 难道找人模仿自己就污蔑于他的确如此 圣上询问可否还有证据 宁玉轩说还有一人证 随着脚铐声响谭王更为紧张 当看清是林建兴后 他自知王爷生涯要到了尽头 原来林建兴被押解过程中被黑衣人救下 奈何这群人士奉了谭王命令解决自己 幸好有人前来帮忙 女人为了心爱之人前途四景 于是跪在地上请求皇帝治自己的罪 正因面前的女人假扮大臣妻子 所以皇帝单独找姬曼聊聊宁玉轩一时 为了丈夫关运亨通他只能选择不见 宁玉轩 你回去继任屏障之位 我的离开 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 妹妹突然来到陶思维房间 这时她发现有她姐姐的签名 当陶思维来到房间一脸阴沉 她质问对方为什么闯入自己的书房 聂青云已经猜测出其中原因 原来她骗自己去让姐姐写同样一首诗 再接着拿去给圣上进行对比 陶思维一把将聂丧鱼的诗夺在手里 接着小心翼翼擦拭上面的灰尘 说都是记慢害死她的丧鱼 现在聂青云这才知道 上次情人节那晚 陶思维放的聂字花灯是写给她的姐姐的 她本以为全心全意对待陶思维 至少有一天会被自己真心打动 难道娶自己也是为了完成她姐姐的心愿 没想到陶思维竟然承认了 愤怒中聂青云准备用对方送给她的发钗插向胸口 虽然曾经的自己爱的是那么的深 但是这并不是她一生的全部 接下来的日子她只会为自己而活 说完将发钗扔扔下便离开了 随后陶思维来到牢房准备带走记慢 说是圣上再次提审记慢 她一眼识破对方的计谋 毕竟假传圣旨的罪名可不小 但是陶思维已经无所谓了 既然记慢能瞒着皇上 那她又有何不敢 画面一转 陶思维将记慢放进车子一路向北 而宁玉轩来牢房的时候人已经离开了 侍卫解释陶将军带着夫人向着北面而去 宁玉轩发觉事情不妙 于是驾马向北追去 而这里便是当初聂丧鱼跳崖的位置 她也没想到宁玉轩的好兄弟竟会做出此事 在她看来宁玉轩也并将自己当成知有看待 要不然聂丧鱼的死为何一直隐瞒于她 这时宁玉轩也赶到了这里 奈何陶思维已经控制住了记慢 说完她带着记慢跳入了悬崖 宁玉轩本想抓住记慢的手 奈何只差0.01米 她就眼睁睁看着记慢向下坠去 而记慢看到这个男人呼喊自己 她从之前的惊恐变得那么的幸福 宁玉轩不断的呼喊 甚至连眼珠子都给喊红了 可现实就是这般无情 他们从白天找到了黑夜 鬼白只在下游找到夫人的衣料 但是水流叫急夫人或许会有不测 宁玉轩吩咐鬼白继续搜索 而因为记慢的离开她有些不能接受 转眼间又过去了一天 记慢和陶思维已经飘在了岸边 当她努力来到男人跟前的时候 可惜陶思维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宁玉轩已经收到皇帝的命令 让她今日从海方回到京都 记慢为了想看宁玉轩一面不断奔跑着 就是这摔倒有些假了 宁玉轩 你回去寄人平常智慧 我的离开 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你会怪我吗 你可以等我吗 望向斧崖的牌匾 而这里都是她与纪慢在一起的回忆 来到陶树下想起与纪慢的时光 宁玉轩或许等不了对方的出现 她不断扇向自己的双脸 要是胳膊再长一点 或许自己陪着纪慢一同跳下去 她宁玉轩不会如此之痛苦 而纪慢竟敢慢赶来到府衙的时候 宁玉轩的马车已经转弯离开了 她呼喊丈夫的名字 奈何距离较远无法听见 其实纪慢想追却又不能追 同样看向府衙 这里均是她和宁玉轩之间的回忆 只因她害怕见到对方后 宁玉轩因为自己不愿离去 现在小编明白了 爱情不是战友 而真正的爱是成全 宁玉轩 我回来了 转眼间便过去了一年 这时宁玉轩收到一封来自海芳的信 信中是鬼白连夜寄来 至于内容海芳那边不容乐观 由于大自然的威力致使地方粮食断绝 这封信自然想让宁玉轩前往救援 海芳一直都是她与妻子的回忆 如今有难她自然刻不容缓 不多久宁玉轩已经赶到海芳妻子的店铺 一年不曾笑过的她第一次笑了 并且是笑的是那么的甜 突然她看到妻子正在给顾客介绍产品 这时鬼白和水姑娘过来打招呼 而停顿的功夫妻子不知所踪 原来这些都是她的幻想罢了 这海芳危机刻不容缓 元朗携带蛟龙帮不断为那些难民解决温饱 她安抚众人放心 朝廷的粮食已经在路上 奈何海芳的一群百姓已经没一丝的粮食 至少最近两天内就会有无辜百姓会被饿死 突然间她又想起有人寄给自己一封信 说是马迹商号的掌柜马红竹愿意支援海芳 算算时间应该就快到他们海芳了 画面一转 一群城外的难民舰有人经过便上去讨要吃的 当打开帘子后竟是寄慢 见百姓受苦他将身上的食物递给众人 其中一人边吃边观察车队情况 接着趁其不被悄悄离开了 与此同时 蛟龙帮的小弟说城外有多起抢羊事情 担心马迹商号遭遇打劫 众人驾马前到郊外看看情况 可赶到的时候车队人马死伤大半 经过几名高手轻松解决后 宁玉轩解释他们已经将劫匪制服 可车内却出现一名男人 说是马老板知道会有人劫车 所以便用空城计骗取这群劫匪 而马车上都是一些石头还有沙土 正在宁玉轩为百姓分发粮食的时候 不远处马迹商号也准备开始 他不经意间发现那个熟悉不能再熟悉的人了 不是妻子还能是谁 这时季曼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 二人就这样相互对视不曾说话 但是这一年又好像有更多的话要与对方讲 季曼解释自己为何不去找丈夫 只因自己扮演聂桑鱼的身份 如果再与丈夫在一起的话 宁玉轩的仕途便没了路 所以他选择默默离开 至于这所谓的马红竹便是季曼改的名字 红竹对应的是红竹 是他与宁玉轩之间的小秘密 他们真想将一年想说的话都告诉对方 奈何又害怕彼此担心对方一年过得身心俱疲 另一边 圣上这边听闻海芳灾患已经解决很是欣慰 太监也将民间善人马红竹事情告诉圣上 并且他们也调查这个马红竹就是当年的季曼 接着皇帝吩咐宁玉轩和马红竹即刻回京 因为他想好准备封赏二人 画面一转 皇帝询问宁玉轩想要什么赏赐 而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求任何东西 见宁玉轩憔悴为国为民 同时他听闻民间有一妻女子 人不仅积德行善 更重要是人美生田 皇帝已经赐封此女为德惠小姐封号 并且他决定将德惠与宁玉轩赐婚 宁玉轩直接拒绝 但是皇帝眼神冰冷说这个德惠必须取 而今天便是宁玉轩大婚的日子 四人两队前来祝贺 但是宁玉轩今天是不可能迎娶那个女人的 众人不由的有些担忧 如果再惹怒陛下 那侯爷的地位有些堪忧 一想到季曼为他仕途不愿见自己 现在又娶不到心爱人要这仕途有何用 不论众人如何安慰自己 宁玉轩是不会成婚的 宁玉轩 你确定不跟我成仙 不是季曼还能是谁 原来上次皇帝让宁玉轩必须取 其实季曼就在身旁听见了这些话 他为了自己宁愿孤独一声 季曼跪下请求皇帝能够成全他们 皇帝大笑说他已经成全了 而德惠小姐就是他封赐给季曼的称号 怎么 你不想跟我成亲了 在这里这部电视剧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他们的缘分从相识相遇再到相恋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一起 同时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请问